第801章此生书图 福西的话还没能说完 就被喷血的声音掩盖过去 一只手捂着胸口疯血 万法终末之地 出血量爆炸 最后福西沉默着看着青山女子线 然后青山女子线也看着她 尴尬的沉默之后 面容美好 约莫一米击出头的绝美女子 轻轻提起裙摆 露出鞋子 然后满脸嫌弃地后退了三步 好像是嫌弃福西的血剑到鞋子上 然后放下那一缕摇曳的裙摆 脸上浮现出优雅温和的微笑 嗓音温柔 嗯 然后呢 嘲讽拉满 众所周知 逐罩九幽之龙 是一位看上去光明正大 一点都不小心眼 不会伺机报复的的神灵 福西沉默着转过头 面容争鸣 直接双手提起那只凝聚了 一丝丝力量的钓鱼竿 鸣笑道 小笔崽子你给爷上来 因为担心用力过猛 直接把钓鱼线折断 福西完全没办法使用真正的力量 然后他居然掉不起来 一阵僵持之后 福西只好放弃 最后扶着老妖杆子在那里吐血 有气无力地扒拉着钓鱼线 看着钓鱼线的晃动 脸上的表情逐渐变得扭曲 嘴角抽了抽 而后在哪里开始了无能狂怒 青山女子线看着福西抱着的蛇身咬牙切齿 递在那里滚来滚去 鲜血乱喷惨不忍睹 念不改色地往后撤了几步 道发生什么了 那小子 福西嘴角抽了抽 咬牙切齿 他用鱼线发了摩斯密码过来 说他不上来 有本事下去打他啊 略略略 青山女子线忍不住失效 是他会做的事情 你拉不过来 福西擦了擦血 能 但是为了防止被过去的十大巅峰察觉 这钓鱼线的力量很微弱 一不小心一旦扯断的话 他会被落在了时间的乱流里面 那样太危险了 青山女子线亚弈 你居然会担心他 福西亚弈 你在说什么 两位十大巅峰对视之后 福西理所当然道 我只是担心 以现在他对于天地大道的掌握程度 要是不小心 仍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 真的让他从过去修行到现在的话 参与到命运长河里面 这因果反噬之下 我会更倒霉 俊美青年拍着自己的心口 这声道 妈耶 现在拉着他的命运支线的是我啊 是我啊 能不能为我考虑一下 福西骂骂咧咧咧 然后直接便出一把刀来 咔擦一声把自己的心口给戳爆了 福西 扑街 片刻后 福西再度爬起来 精神焕发 笑容爽朗 哎呀 万法终末之地就是好啊 也就是这里 可以无限卡 卡那什么来着 人间叫巴克士吧 要不然我都得倒霉啊 这小子还真是能够给我找事情 这条扎蛇完全没有自己有多无耻的自觉 感慨着道 那小子 到底在过去扮演了什么角色啊 金山女子谢首长撑着下巴 思考道 是参与到大事情里吗 这不可能 福西道 那样的话 那小子已经被无数命格交错的恐怖伟力直接弹回来了 而且必然三魂七魄皆伤 离死不远 他小子活蹦乱跳 道横增长能够把握住我那没用了多少力量的钓鱼线 简而易见没事 可只是因果交错之际的震荡 就让我变成这样 这代表着他遇到了某些人 也只有我在万法周末之地 才能抗住这样的反噬 否则的话 换一个地方 差不多我和他就一起倒霉了 金山女子道 你会愿意和他一起倒霉 福西挠头爽朗笑着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那我肯定第一时间把他扔到时间乱流里啊 不愧是你 见到 那么他会对过去造成什么影响吗 福西道 对于过去的命运这个概念 不会有干扰 否则的话 他立刻就会被命运弹回来 会被撕裂成鸡粉 魂飞魄散 只能靠着不周山弓体慢慢复苏 也就是说 他只会和少数几个存在相接触 而其道的作用 也很有限 只是一场相遇 有限 是得 福西道 这代表着和他产生原法的 要么就是本身游离于众生命运之外 性格淡漠之人 要么 就是必死之徒 如果说 河流总是向前走的话 魏冤的出现 也只是让河流之上出现了两个微不足道的水花 水花会消失 涟漪会平复 命运始终如一 譬如 一个人原本会学习某个东西 魏冤的出现 或许会让他早点接触到这些 也或许会让他迟一点学习到这东西 这些变化 放到漫长的岁月之上 其实可以忽略不计 或许他的出现让某个家伙早几年突破 但是那几年的时间 放入漫长的岁月里面 实在是如同水波涟漪一般 并没有价值 没有他 那家伙也会如常突破的 在以万年为基准的岁月里 区区一两年 没有意义 而另一种可能就更简单了 既然和他接触的人注定要死 那么此人死前是和谁说过话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福西已经猜测出了 魏冤和谁产生了交集 但是仍旧沉默 福西尼难道 但是 这反噬之强烈 究竟是 从何而来 从何而来 他闷哼一声 嘴角的鲜血再度流出 若非身处于命运和时间之外 这伤势之重几乎要让他直接沉睡 该死 玩砸了吗 脚世界遥远的过去 那中年男子对于天道的阐述 简直已经超过了魏冤所知道的一切 不是以人心带天心的方向 不是魏冤之前所知道的诸多法则的汇聚便是天道 而是更为抽离 更为默然高耸的存在 无善无恶 非无非有 无形无相 欲忠一大 魏冤原本的认知被完全推翻 第一次论道造成的冲击让他面色苍白 神魂都有些失手 混沌看着他 洒脱笑着离开 游览四方 而魏冤不知道多久之后 才从那种消耗积累的顿物当中恢复过来 当同时感悟到地天两个道路的时候 他竟然隐隐在这顿物之下 看到了一丝丝微妙的丝线落在自己的身上 利逆端飞出 似乎没入了某种不可窥测的地方 似乎能够感知到这丝线在拉扯自己 也正是因为这东西在拉扯他 魏冤才感知到了此物的存在 似乎是福西打算把他拉回去看看死了没 但是魏冤却没有回应 贝拉得烦了 直接用人间学习到的摩斯密码系统给回了一句 抄抄抄抄什么抄 有本事你下来啊 而后那钓鱼线似乎震颤了几下 逐渐消失不见 魏冤垂谋认真思考着天地 思考着称天主地 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后何自称为魂天的家伙 都会来 魏冤也常常做菜欢迎他们 彼此交流感知 其中后的境界对于魏冤来说已经足够高 但是显而易见在魂天的面前仍旧是尊敬万分 后者素来温和 只是对于天的追求和认可却极为地孤傲 我这一次外出的时候 找到了些许的灵才 在一日魏冤闭关醒来的时候 看到鹅黄色女子带来了不少的灵质 种在了瑶池的花园里面 后者笑着道 否则的话 这里怕是要被圆你吃光了 磕磕 我也没有那么能吃的 胃冤尴尬 柔美女子玩耳一笑 将灵直种下 而后取出来了树莓散发着灵光的材料 道 我之前也想过了的 嗯 你的假一只 所以现在表现得不好 似乎是因为材料太简陋了 我这次外出 找到了些灵财 或许会对你有关 我 我可以试试看拆开它吗 柔美女子双手捧着灵财 一双眼睛亮莹莹地看着魏冤 魏冤根本说不出拒绝的话来 好吧 然后在她准备做饭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卡拉拉的声音 急急奔出去的时候 看到贾义已经被拆成了一堆 长裙女子面容通红 手足无措 魏冤难得见到好友如此模样 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那柔美女子魏正 也只是自笑起来 等到魂天来到这里的时候 只是见到了两人努力将碎裂的贾义 重新修补起来的样子 甚至于修补之后的贾义 具备有了读写说的简单能力 勉勉强抢算是有了初级的灵性 而后见到 原本已经逐渐枯败的摇池之中 多出了些许亮丽的颜色 正是后带来的灵质 哈哈 看来 这一次倒是救我一个空手上门 自称为魂天的混沌大笑 想了想 而后自秀跑取出了诸多灵财 道 此乃是中央外海之下 最为精纯的洗炼之宝 我看你想要修补屋子 却因为缺少不少东西 没能如愿以偿 来 不要客气 为冤大喜 于是从此往后 无论是后还是魂天 来此讲到做客的时候 都会带着礼物 便说是和好友见面 自然需要准备礼物 又有时说 这正是食物的饭钱 大多玩笑 有来自于大荒极南之地的火水玉金 其中如同有猪雀舞动 又有昆仑之下的金铁 锐气难言 更有中央海域之下 最为难得的问心玉铁 而魂天和后闲暇的时候 却也见到魏渊非常努力的在修房子 毕竟作为神舟的人 客人来了却风餐露宿的 实在是丢人 魂天和后有时候也会帮忙修建补充 本来这一座瑶池宫殿 先是支撑天地被弄碎了 后来索性直接推倒重来 这里是道路 需要以问心玉碎为主 这样的话来此的人都能够感知到此地威压 不敢乱动了 魂天笑着拂袖铺下了白玉地面 后则是修正地面 培育临职 魏渊转世不知道多少次 见到了不知道多少的建筑风格 他决定了自己这小窝的风格 神舟人的执念 总是要有加的 只是到了最后 当魏渊看到那用诸多材料修建的行工 连自己都陷入呆滞 整体风格 内敛朴素 但是却处处皆有心思 其中有三成左右可是魂天的手笔 四成左右是后 另外三成是魏渊 这 真的是太感谢了 魏渊感激两位好友 于是将前些年收获的灵果酿造了酒液取出来 也就只有他这样的性格 在这里会选择种田 会修建屋子 而不是拼了死力的去悟道 而也是他选择了这些 才会让看到他的两位好友顺手帮忙 对于他们来说 这只是随意之事 不会放在心上 赤叶 星光散落 三者落作于此 推杯换盏 饮酒闲谈 魏渊完全没有想到 这不知道什么名字的灵果 酿造出来的酒液竟然是无与伦比的浓烈 连他都被这酒液灌醉 在和混天闲聊了天道之后 他竟然放声大笑 道 魂天 你说至高无上者为天 棍盾点头 语气温和道 莫非 你有别的想法 说起来 我也一直想要知道 你所说的道 真的是和我等一样的东西吗 运转的规则 道 当然不是 为冤犯罪 亮相起身 饮酒入喉 思及过去 这段时间的论道 印证 思索 与过去的种种所见相互勾连 终于于今日大醉之下喷勃而出 当年种种不慎明物的东西 此刻所见 已经是抚养可食 张口吐出一口酒气 放声大笑 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 既熙辽熙 独立不改 周行不代 可以为天下母 无不知谁之子 无不知其名 自知曰道 开口所言 而后便以自身所物说之 详细论述这所谓先天地生的道位和物 历经魔力 再加上眼前两位好友的一路指点 他终于也可以站在相同的高度 以自我解答这些问题 旁边的机关贾一一如过去 奋笔集书 将魂天元后的论道记录于玉石刻板之上 这是因为之前魏渊无法跟着两位好友的节奏 便只好先记录笔记 后来有了贾义之后 他当然懒得自己记录笔记了 现在这机关贾义哪怕没有背下命令 也非常勤肯定在记录 魏渊说完之后 只觉得心念通畅 终于彻底将自己的感悟融合为一 虽然说 仍旧远不如眼前的两位好友 但是也终于有资格讨论 而非是自己被提携 而后又养伯饮酒 放生道 无见天地 道大 而玉中非仅有天 非仅有道 魂天你说 万物之中 为天是大 我说不然 玉中有四大 道大 天大 地大 而人意大 白发道人长笑 玉中四大 先天之道 没说一句 便展出一剑 于是道剑飘渺浩瀚 天剑纵横浩渺 地剑厚重巍额 人剑灿烂明亮 仗着两位好友的交流和配合 将自己的领悟催生至极限 四道剑狠 印入了四方 魏渊说完之后 和两位好友相论证 不知多久后 已沉沉睡去 苏醒的时候 却难得见到 魂天和后居然没有离开 起身走出的时候 魂天似有所感 魏渊道 道友 如何 你应该 遇到了某种关爱吧 后不擅长隐藏情绪 他提起你的时候 总是会很担心 魂天嗓音温和 见到了更远的道路 会去尝试必死观 仅此而已 此观 魏渊看着那副手而立的中年男子 心中震动 沉默许久 道 我还是觉得 你的天道过于孤傲宏大 欲中刺大之法 或许会更为沉静稳定的 魂天缓缓点头 道 确实 为渊言底浮现一丝奇迹 他希望好友能避开死结 魂天却笑着道 但是 我也不打算改变 我的天 必然凌驾于一切 中年男子神色温和 说出的话却带着无法劝说的坦然 道 我选择了的道路 我也只会有两个结局 要么走在这一条道路的前方 要么 死在这一条道路上 自身之道 岂容他人渐月 不退 不必 张文道 惜死 可以 中年男子的神色温和宁静 却带着一种辉弘浩大 如同岁月般的气势 他最后笑了笑 道 但是 无论如何 这一段时间 也是我最为轻松的岁月了啊 今日一别 不知道他日什么时候会见面 缘 好自为之 魂天从容而去 而后也要真正离开这里 去寻找自己的道路 可惜啊 或许 有一段时间 不能够来这里了 柔美女子看着眼前 由自己 缘 魂天一同修建的宫殿 看着这和当年截然不同的灵直风光 笑着道 若我有闲暇 可还能来此 魏渊微笑道 自然 随时欢迎你来做客 柔美女子微笑点头 而后同样洒脱离去 落落大方 我被中人 自然从容 富幼数十年时间 魏渊终于彻底明误了自己 所能抵达最极限的天 地 人 五千年的旅行 最后的积累都全部都利用起来 又十一年开花之时 却已经只剩下自己 魏渊收拾了屋子 这里有他做的笔记 也有假意写下来的 浴石板上密密麻麻 全部都是这漫长时间里 一次次论道的感悟 一次次他们三个所说的话 假意很笨 所以只是全部都记录在这里 竟然足足塞满了一个储物间 全部都是论道记录 魏渊最后看着这三者 其心合力修建的宫殿 看着假意最后的杰作 那是最后一次三者聚会的画像 星光漫天 白发道人微笑纵见言 狱中四大 魂天坦然 如见万物之天灭安然 柔美女子如同万物之机 后得在物 安静地看着他们 但是连这个他都带不走 最后将这东西放在这里 魏渊想着 回到人间之后 再来一次 确定空间坐标 之后呢 就带着魂天看看人间 带着后去吃吃看喜欢的东西 把所有的朋友都介绍给他们 把他们介绍给他所有的故人 要带着两位好友去很多很多地方 见很多很多的人 魏渊看向被取名为假意的机关 洒脱病指一点 法力雄魂 在和钓鱼献相接触的时候 爆发出了无所顾忌的法力 直接点在那假意的眉心 其体内的诸多灵彩一一亮起 出生的灵性抬起头 看到白发的道人温和道 我出去一趟 这段时间 这行宫也没人看着也不行啊 假意 你在这里等着 若是魂天和后来了 便好生招待 呵 他们的实力比我可强的太多太多了 问起来的话 就说我很快回来 灵性假意点头 看到白发道人消失离去 假意就像是过去的每一天那样 僵硬转身 开始扫地 看着花开花落 这行宫道场 一如既往 只是说少去一个白发的道人 一个中眠温和的男子 还有气质柔和的女子而已 但是没关系 没有关系 假意扫着地 照料着灵草 他想着 他说了 很快就会回来 引号点 只是无论是他还是他都不知道 这所谓的出门一次 会是多么多么 漫长而遥远的岁月 第802章玉须之名 北海区域 这段时间可以说是风起云涌 一种表面上平静 但是内里却波涛汹涌 终日不休的局面 失去了北地鱼墙的强势管控 北海各大部族 诸多神灵血液的城池 乃至于不知道多少的水下种族都开始 寄予浩瀚北海 开始渴求能够让自己的族裔 在北海之上略去最大的利益 于是波涛汹涌的大航海时代开始了 所有的人都开始追寻着那个传说中的秘宝 传说中 北地鱼强在死之前曾经这样对他的部下说 去吧 去追寻我的权力和财 伴随着他的一声轻响 正在生情并貌地讲述着故事的白泽被打断了 少年武侯揉着眉心 黑眼圈很明显 道别扯了 白泽翻了白眼 不是你让我编的吗 武侯道 我让你编的是希望能够在大荒广而言之传播 让大荒各族对于玉须公这个概念有所认知的故事 不是让你在那边开清小说和漫画店 其实啊 要我说 这故事太老套了 福特加娘娘举起手 嘴角微微勾起 用画笔推了推眼镜 比如说 在地飞 北地 那位不周山神之间的三角链 加婚宴抢夺的当面NTR 哈 武侯打了个响指 道 谢谢 你的XP我们都已经了解了 追鬼麻烦你把他插出去 为什么啊啊啊 少年武侯按了按眉心 仍旧思考着局势的变化 只是现在却感觉到了剧烈的疲惫 尝试在北海 龟虚 昆仑 大荒之间的空隙李中璇 从无道友创造初遇虚功 对于心力是巨大无比的消耗 一小博大 至少手中需要有牌 这段时间 他几乎都没有怎么合眼 只是在僧人的强迫下 才会偶尔闭着眼睛休息一下 白泽 大荒北海的战斗发生了吗 白泽狂翻白眼 我不是开明 只有这件事情确切的发生了 然后对天地万物产生了概念上的影响和烙印 我才能够从天地规则的本身上读取出这样的变化好吗 武侯你是不是把我当作无线电通讯了 白泽终于反应过来 少年武侯笑道 嗯 解读天地规则 然后得到反馈真相 你的全能居然是涉及到天机概念的吗 看来 居然和福西有关系啊 厉害 厉害 那是自然 我是谁啊 白泽很快地被引开了注意力 得意洋洋 而在此刻 人间之外 遥远的战场上 在数次的明争暗斗之中 超凡世界的争斗终究还是要以刀剑和实力来决定的 博物馆里的插科打混 终究难以掩盖那种压抑的氛围 白泽这样懒散的性格 居然会多次地尝试沟通整个的大道规则 尝试解读遥远比方发生的事情 最终当夜幕低垂在天色微亮的时候 白泽闭着眼睛 道 兵先寒信仙头部队和北海名誉神系交锋 寒信溃败 后撤千里之地 名誉之主是具备神血的巨大凶兽 化形之后也是远超人族的巨汉 手持一柄以小世界熔炉化作的长矛 正面冲锋 打算以北海之地心腹的身份 掠夺北海三分之一的权能 白泽的声音有些颤抖 他往前冲锋了 成功突破了王城的封锁 前进八百里 九百里 他拿到了代表着北海杀戮之权的剑 他赢了 白泽的声音低沉下来 他是真的亲眼看到那位强大无比的神灵 以仿佛掀起无尽波涛的怒意一路横冲直撞 踏入北海宫殿 最终占领了这代表着北海权威的宫殿 得到了代表着力量的剑 而后放声大笑 那种威势 还有什么能阻止 嗯 等等 白泽猛的起身 脸上浮现出凝脂呆滞的神色 身躯都在颤抖 你难道 疯子 这就是个疯子 怎么会有这样的疯子 怎么了 你倒是说啊 你怎么不说啊 画师和水鬼一左一右拉着白泽死死晃动 才把他给黄醒过来 白泽看着表面上仍旧沉浸的少年武侯 有些艰难地道 寒信 坟成了 堆满了宝物的宫殿 根本就不是宝物 而是死局 这 他什么时候解锁了这样的兵法 北海之地的宫殿 北海的气韵轰炉 把那位北海名誉之神彻底困死了 他的伏兵出现了 这是什么阵法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兵阵的 不可能 靠着水族的流转 强行分担了地煞之气的压力 靠着兵家煞气引爆了地脉气韵 卧槽这家伙是疯子吗 卧槽这家伙居然成功了 卧槽这不可能 这不讲道理 全知的白泽目瞪口呆 最后终究失语 宁南道 北海名誉 没了北海 无边的烈焰 以兵阵沟通了地面煞气 狂暴的烈焰 彻底将那巍峨的北地形弓焚烧而起 即便是神代的海水 也无法熄灭如此汹涌的烈焰 周围各族的伏兵已经将敌人驱逐 顶着黑眼圈的青年游侠 走到了烈焰中唯一的道路 巨大到如同一座山脉的名誉神 尸体倒在其中 死不瞑目 韩信从口袋里拿出一根烟 叼在嘴上 这段时间的巨大压力和临战的准备 让他胡子拉叉 看上去越发颓唐 是被北海诸多神族看不起的家伙 啪 取出了铁制的打火机 已经坏了 去他妈的 韩信骂了一句 挠着自己乱糟糟的头发 烟影上来挡不住 而后附身 手中的香烟 以北海大神名誉残留的魂魄之火点燃了烟汁 叼在嘴上 深深吸了口气 懒洋洋的转过身 波涛汹涌的水域 彻底燃尽的宫殿 看上去颓废的青年叼着烟 空然的波涛之中 他的军队里甚至于还有水族的巨兽 迫海而出 万军林立 腿塘的青年坐在神灵的尸体旁边 巨大的冲击力让人一时失去语言的能力 靠着白泽排船轰击知道了这一切的武侯松了口气 接下来 还有 闭着眼 眼前一道道奔走的命运交错 无数的争锋仿佛就在眼前化作棋盘 消耗巨大心力的推演 曾经浅世之所以早亡的原因之一 此刻正在不惜一切代价的重新运用 他心中自语 北海的纷争 导致内部无数的大族不断争锋相斗 近在眼前的利益 会让人的眼睛被遮掩 无法看得更远 着眼于北海争斗的 绝不仅仅与北海的大族 而就如同少年所说的那样 就在内部的争锋抵达了一个极限的时候 来自于大荒外遇 神代南海和西海的力量 强势插入战具 欲棒相争 渔翁得利 这样简单的道理 是谁都知道的 白泽闭着眼睛 却又开启了心眼 看着万物的变化 卧槽 真的有伏兵 这是 东海之地木神俊芒 西海之地金正入收 怎么会是他们 嗯 这特么又是啥 白泽的观测之中 就只是看到了那两位大帝 以盖世无敌之丝横空而降 手持棒驳力量 十大不出 他们就是天下第一流的神灵 威压众生 傲慢无比 结果两位还没有来得及放完狠话 还没有来得及彼此忌惮 巨大的阵法直接将他们两个一下兜兜住了 别你的我的了 都他妈给我进来 韩信闭着眼睛 嘴角渗出鲜血 嘴里叼着烟 黑发当中出现了白色的头发 骄号巨大心力 这一刻 靠着军阵的磅驳加持 强行以兵家煞气这个诸子百家里第一的刺头二 谁沾谁倒霉的玩意拉扯住了两位大帝的脚步 而下一刻 巨大森然的枪盲破空而来 路收和巨盲瞳孔收缩 枪盲轰然砸落 于是巨大的波涛仿佛是被直接掀起 高大的男人握着墨色的长枪 骑成神代的战马 晚步走出 气焰生腾 以神代军队全部加持之下 会具万军之力于我一人之身 兵刑是第一人 远超历史版本的神代核弹头 大王 乱了 全部乱了 白泽泥南 北海神代军队和气运被兵先韩信不计一切代价的同时掌握 而后直接转给了楚霸王 后者的统帅驾驭这一股煞气 本身的破坏力在战场之上被不断拔刀 真成为了神代核弹头 惨烈的战场 厮杀的战场 韩信在帮助霸王的同时 仍旧操控地煞和北海气运为兵压制两位大帝 甚至于还能分心他用以寻常兵马化作阵法以作迷惑之用而这一场本来应该是两位大帝堂皇登场的好戏成了瓮中捉鳖的戏码最后霸王和路收一招换一招霸王重伤西海之地 路收同样被凿穿了肩膀 战场之上 俱盲看着那闭幕而坐的游侠 缓声道 这是什么阵法 本座往日从不曾听闻 你们到底是谁 过去没有 韩信平淡回答 那你现在看到了 至于是谁 他想到过去的自己和项羽 想到那种荒唐却又豪迈的过去 游侠二懒洋洋地道 不过是玉须门下 两个不成器的家伙罢了 玉须 俱盲自语 缓声道 好 好一个玉须 我记住你们两个了 走 工忙和路收急速离开 一路上原本想的是风风光光的来 然后咱们兄弟两个先把北海给拿下来 再说分配的问题 笑话 雨墙都死了 就这北海的好处 那就是身身手就有的 谁能想到会有这样的下场 作为西王母之下 更金杀伐之道最强的路收 居然被一个凡人的兵戈煞气给伤到了 玉须 你以前听过这个名字吗 没有 入手捂着肩膀 咬牙切齿 但是 此仇必报 回去 便要寻找点击 无论怎么都要找到这该死的玉须 嗯 只是他们没能想到 才顿去北海之后 看到了一道身影 身穿墨色道袍 神色莫然 手持一笔名为真武的长剑 木栅树发 神色莫然 平淡道 两位既已来了 怎可如此变走 入手和巨芒神色骤变 道 拳武 于强 错了 黑袍道人踏前半步 天地流转 化作了遮天腹地的阴阳鱼 缓缓旋转 平淡回答 是玉须攻下 北极真武 入手巨芒 面色骤变 玉须 数日之后 赤魔 巨芒和入手 两个大地级别 居然被着了道 最后全部都负伤之后 付出一定代价 才从本来就是擅长防御的玄武那里离开 真的是 他们一个擅长生机 一个擅长攻杀 居然在玄武那里着了道 规须镇守叹息 玉须 玉须啊 这个名字 算是彻底地响彻四海了 是 另外 镇守尊者 传来了情报 您之前就吩咐我们寻找的玉须 在我们数量庞大的执行者的支撑下 可能有所发现了 龟须的高手回答 在第一次知道玉须的时候 龟须镇守就立刻靠着庞大无比的龟须势力搜索万界当中有关于这个小世界的情报 文言神色威领 道说 是 那位一身契机 约莫是太奇山神这一个档次的龟须高手道 在极为遥远极为遥远的世界边陲 在两千年前其实就被龟须镇守门发现了的坐标 那是一个破败的小世界 龟须镇守恶然 小世界 是的 小世界 里面有一个因为时间漫长而逐渐破败失去灵性的机关傀儡 说起来 很不可思议啊 镇守尊者 那位龟须高手感慨着道 在最初的记录里就已经能推测出来 那个机关人 已经独自守望了万年之久 第803章玉须是真实存在的 内部发现一个破败但是还在运转的傀儡机关人 还守望万年 龟须镇守亚裔 那样偏僻的地方居然也有机关傀儡吗 那位来报的龟须高手回答 是啊 那卷宗也不知道是多久之前的了 而当时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 那个小世界的灵气浓度极为弱 照理说 这样的情况是绝对不可能诞生灵性的 林草会长成杂草 有资格修行入道的 也只会留在低层次 而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死去 这样的环境里面 会诞生灵性实在是不可思议 龟须镇守感慨道 确实是奇妙 那曾经有谁进入了吗 不知道 属下没有资格查阅更高级别的点击 只是当时那位发现这个边陲小世界的龟须强者也没能进入其中 而后逍遥千年之后 不敌寿树树已经死了 那么先退下巴 龟须镇守潜散了属下 而后亲自前往点藏去寻找这个特殊的 附带有欲虚可能性的地方 还真的被他找到了记录 是当年那个发现此地的高手相关的 戴着苍龙面具的镇守缓声念出来 察觉此地之后 颇为亚裔 隔着天地障壁 察觉到内部有颇多珍惜灵才 故而心生贪欲之念 尝试劈开此地的世界外侧 这只是个低层次的世界 但是居然难得坚韧 那名傀儡操控着阵法和我对抗 我发现了 这傀儡的创造者手法极为低劣 灵才的质量有好有坏 这导致了 在漫长的时间里面 好的灵才将普通的材料腐蚀 逐渐崩碎 但是很奇怪 区区的傀儡 本该被求生之欲控制逃亡 他竟然尝试反抗 我当时在想 他难道不知道我远比他这样的蝼蚁强大吗 难道不知道我一招就可以碾碎他吗 竟然像是封了一样地要阻止我 可是 在我要击穿这个世界的外侧障壁的时候 我见到了后土娘娘 只是一瞬间我就被重伤 根基都破碎了 我不知道 素来温和的后土娘娘为何会如此地震怒 若非是归虚之主和天地 希望母论到归来 察觉到后土娘娘的气息 好奇前来阻拦 我恐怕已经和这个隐秘 一并被埋藏起来了 我在恐惧昏迷之前 听到了关于这个小世界的隐秘 这曾经是后土娘娘得到之前 好友的道场 那位好友的名号李 有缘这个字 可惜其他的 我没有听到 归虚镇守苍龙若有所思 名号李 有缘 曾经和未曾得到的后土娘娘相识 看来 确实是这里了 欲虚功 他感慨道 难怪一直以来 居然没有什么踪迹 谁能想到呢 原始的道场 居然在灵气微弱的边陲 也是因为涉及到了归虚之主 涉及到了十大之一 涉及到了归虚之主和后土娘娘的一次交锋 这一卷记录笔记才会被放在这里 才会有了极为高的规格 不被普通的成员去阅览 这一方面是因为 涉及归虚之主和十大巅峰之一 一方面则是因为 这是一位古代存在的道场 至少是十大巅峰之下第一层次的 若是实力不足的成员前去探索的话 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死亡 而这个时候 归虚这首微微一正 有属下禀报 镇守尊者 西海之地 东海之地都要求归虚寻找御虚情报 而且 他们被暗算 吃了暗亏 语气颇为愤恨 而北海之地真无也传来了讯息 要这一坐标的情报 归虚镇守摇了摇头 看着手中刚刚才整理而出的御虚攻位置 现在归虚执掌者闭关突破 他自己的话 实力只是周旋于十大巅峰第一阶梯 不惧四海之地 但是以他的立场 也绝无道理和他们交锋 再说 递他一个层次的两个副手被那开明界走 然后就无了 他现在没有那么多的闲暇 归虚始终是以中立的 至少表面上如此 他看了一眼情报 随手放在了归虚的天机阵中 然后标出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 但是四海之地绝对拿得出来的代价 最后看了一眼那情报所在的位置 心中只是想着那本来就在岁月之下 逐渐枯败逐渐失去灵性的傀儡牧人 玉虚名震四海八荒 而东海之地和西海之地的震怒 会想要寻玉虚的特性 一方面寻找玉虚的情报 一方面复仇 那一座道场 那一个枯手的牧人 大概会化作废墟吧 随他们自己换取情报 此次归虚中立 两步相帮 苍龙拂袖离去 是 终于赢了 赢了哈哈哈哈 人间界 在从白泽处得到了大战的成果之后 整个博物馆都终于大大的放松下来 而老天师也终于能够得到松了口气 不用把塑效救星丸当作是黄豆一样磕 这件事情关系到人间天庭网络 能不能和北海天道体系联系起来 借此恢复底蕴的超级大事情 老道士当然紧张得要死 少年武侯看着博物馆成员沸腾的样子 神色仍旧温和从容 道一切皆如量所料 诸位且先休息吧 神色从容不迫的少年武侯走回自己的房间 瞬手关上了门 徐徐吐出一口气 赢了 他嘀喃 站自一抛 一个起跳把自己扔到了柔软的床铺上 脸和身子都陷进去 而后满足地闭上眼睛 长呼口气 就这样的睡了过去 这一睡便是整整第三天三夜 睡得精神疲惫不堪 但是却让照顾他的僧人松了口气 胖龙冲天 赢不可久 必然悔之 少年武侯之前的情况 简直像是要将自己彻底燃烧起来一般 此刻虽然气息萎靡不振 老老实实在哪里端着碗吃小米粥 但是却像是激荡的水流重新滑落入了河道 水位虽低 却不至于彻底干涸 反倒是好事 而白泽很快就要出发前往大荒 继续当自己的说书人了 大河上员觉想了想 道 武侯 我也和白泽一起去大荒吧 嗯 少年武侯抬眸 曾人憨厚道 您的身体 我想 交给白素贞姑娘和爵姑娘更好些 我做的只是大锅饭 没办法真的调养好你的身子 而贫僧 也有需要去走的事情 是什么 曾人温和道 当年我和卫馆主说的时候 便是只在这里留一段时间 而现在 我已经在此逗留了太久太久 我见到了许许多多的东西 但是 我是个和尚 是行者 僧人是不能停住在一个地方的 内观自我 外揽世界 佛门修行的 有剑修和顿悟两种 剑修 便是身世菩提树 先如明镜台 时时勤服事 莫是惹尘埃 而顿悟便是那众所周知的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了 和尚剑修已住 该寻机缘了 僧人带着斗笠 穿着来时的僧袍 提起浑厚的禅杖 迈不离去 剑修 与润饭中宝树 顿悟 雷行海上扁舟 和尚来也 和尚去已 大笑声中 僧人脚步逐渐变快 往日所见的憨厚 寻常 那种玩笑和煦之意 逐渐消失 最终脚步越快 直至狂奔而去 人间佛陀 陆地金刚 化作一道佛光而去 白泽摇摇头 也随之离去 离开的时候 随手一算 探道 果然还是假的 欲虚公啊 欲虚公 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 得到欲虚公的情报了吗 好 很好 东海之地 金正如收起身 握剑而出 他联系了南海之地 他们本就是四海之地 当中的强者 之前只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但是即便如此 也只是稍微受伤 回到驻地之后 在天才地宝的滋补下 很快就恢复 好好 陆收捏碎了情报 拂袖起身 道 这一次 便不再小觑 好生准备 率领大军 好好拜访拜访 这所谓的欲虚公 而同样的情报 也摆放在了耶鸣的面前 这位天地的副手 在后土失踪之后 就靠着自己的 努力一步步走到了 巅峰的岁月之主 闭着眼睛 神石扫过了 从归须处得到的情报之后 那始终温和的面容 终于泛起涟漪 赤娘娘 的好友到场 原始 应该只是人间的传说才对 他沉默许久 突然想到了什么 前往了最初自己在的地方 在那已经被岁月 冲刷过的屋子里 他度过了自己最初的岁月 里面也有后土娘娘 在失踪之前留下的 各种东西 叶明寻找了好一会儿 找到了一个匣子 伸出手抚摸匣子 咔嚓一声 将匣子打开 里面是一本 陈锋的剑术金钥 因为后土娘娘的突然离别 挤如抛弃 年少的叶明启示 绝不会按照 后土娘娘的期许去成长 后土希望他远离 大荒昆仑的争锋 他就要一步步走到 大荒的最强 非但如此 他还要靠着自己 走到剑术的巅峰 证明没有后土 他仍旧可以是大荒的父君 是剑术的魁首 但是此刻 他回忆过往 却发现了许多不曾发现的问题 沉默许久 第一次打开了这一本剑术金钥 看到上面有文字 好有缘所写 我把这本书留给你 叶明 希望你能走得更安稳些 我因为有些事情 不得不离开这里 我给你留下了些许的后手准备 你往后可以去寻找 叶明张了张口 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当年的年少倔强 不肯打开这本书 却最终遗憾的和这一封信件错失 这样的阴差阳错 哪怕是他都神色复杂至极 许久之后 把这书卷放下 在这本书的下面 还藏着一卷泛黄的卷轴 叶明环环打开了卷轴 卷轴上以简单朴素的笔触绘画 那是一座造型古朴简单的道场行工 一座石桌 神色温和沉静的中年男子看着风景 身穿长裙的柔美女子安静微笑 两人视线之鱼 白发青山的道人副手而立 一册写着三个名字 魂天 后 元 叹号叹号叹号 叶明思绪凝致 心中陡然掀起无尽的波涛汹涌 玉须 原始 此人 真的存在吗 万法终末之地 福西和青山女子线都因为所谓玉须公此刻的名声沸腾 而觉得有点绝的棘手 他们是知道魏渊身上的玉牌上的文字的 正在他们困惑的时候 福西突然感觉到了手中钓鱼杆剧烈振动 转瞬之间 钓鱼线寸寸崩碎 在福西和线惊恶的时候 哗啦声中 青袍广秀散开 白发垂落 天地人三类大道自然而然汇聚牵引 化作了发丝周围的丝线 将白发编织 化作了绣袍至上自然而然的纹路 见其微扬 白发道人长袍广秀 拱手一礼 洒然而笑 两位 取久不见 第804章所谓不中山一脉的宿命 万法终末 青山白发 这里是法则和概念最终流向的地方 而这白发道人的存在自然而然的勾勒 其中代表着某些特殊概念的法则线 气质幽深苍远 不似寻常 而后 啪 福西反手一个脑瓜帮直接奏在魏渊的头顶 单手沟通天地风雷山泽水火八类概念 以周天阴阳之势 化作三界八荒第一舅父爱的铁拳 席天官地 直接砸在天灵盖上 就差一点把魏渊打出两大包眼泪 转眼就把这种忧生的契机给打散 反手两巴掌就把汇聚而来的法则献给砸碎 扎蛇双手拎着魏渊的衣领 蛇躯都气得邦邦挺直 站起来足足有三米多高 像是拎着外出鬼混的猫崽子一样 剧烈的前后摇晃着 震声入口道 你还知道回来 你塔喵的还知道回来 妈耶 你知道我拉着你小子有多辛苦吗 你在外面浪了那么久 浪里各浪的 都是我在拉着啊 倒霉的人是我 是我啊 你还给我装 给我装 金山女子现看着魏管主被蹂躏 白膝手掌五指微张 浮现出了一道留影记录 默默记录下来 嘴角擒着愉快满足的微笑 注意到魏渊的眼神示意 美艳女子微笑着道 放心 我没有偷看哦 但是你在偷拍啊 魏渊嘴角抽了抽 虽然从两位好友那边看到了天地之间的道路 但是这领悟不是说你听了就懂得了的 若是自身内里空虚 也一无所得 而学我者生 向我者死 魏渊被夫子教导 自然不是取死之徒 他靠着当年老子的推断 走出了超过那位老人的更遥远的道路 如果说当年的老者是靠着对天地的领悟和惊人的判断 给出了一个方向 那魏渊就是靠着这样简单的指引 一步步摸索着 找到了这大道的所在 虽然其中有诸多的弯路 有诸多的困顿 但是已经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然而 很遗憾 福西这一条扎蛇用自己的拳头和震声告诉魏管主 这玩意儿早八百年前就已经在道路的终点开始喝茶了 现在的他就好像当时以一缕真灵进入此地 实力不再巅峰的路屋一样地倒霉 但是魏渊发现了 福西本身给自己的感觉 很奇怪 在去修行失恋之前 挖黄进来那一次 魏渊和福西在这里打 他只觉得对方的手段诡异莫测 自己就是被按着蹂躏 但是多少有反抗之力 但是现在 自己明明已经借助他山之石 以两位好友的道路 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进一步熟练掌握不周山公体称天主地的部分概念 但是来到这里的时候 却感觉到 福西反倒越发恐怖 抬起头 他站着的位置 仿佛更加遥远 就仿佛 自身的道横越高 就能感觉到福西距离自己越发遥远 助使觉得 布周山老伯和帝俊 都绝对凌驾于福西之上 现在却完全无法做出这样的判断 隐隐觉得这三者似乎在同一个层次上 看着眼前这个拎着自己的衣领 满脸悲愤 一副更年期颓废大叔表情的福西 为管主努力反抗 发现自己完全揍不过这玩意儿 好吧 毕竟是可以和巅峰期老布周正面玩肉伯还没死的怪物 相当于全服第一战补师跑去和力量速度体制全服历史第一的狂战士 肉伯死磕吃了一整套技能居然没死一样离谱 自己现在肯定搞不过这个怪物 但是 就这样放弃了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剑看着魏冤被拎着一拎晃阿晃 伸出手拍了拍福西的手腕 道 说实话 你这样的实力 当初和我打的时候却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 结果被挖黄看到你打算穿女装的样子 你呀根本就是个故意想要让妹妹看到自己穿女装 被打击到之后反而会觉得暗爽的变态吧 魏冤努力的竖起两根中指 满脸挑衅 剑 无声青山女子默默后退了几步 不愧是你 自杀性攻击 但是预料中的暴击没有出现 伏西沉思 嗯 好像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满脸挑衅的魏冤 无声线 无声魏冤脸上的挑衅化作了呆滞 啊这 是这样啊 嗯 这样啊 魏冤 自杀性攻击 无效 只要接受了我是个变态 那我就是无敌的 伏西 伏西得意一笑 反手把魏冤抛下 三类法则自然流转 魏冤稳稳的站在万法中末之地 看到周围的流转的规则 伏西懒洋洋的坐下 一只手撑着下巴 到还不错吧 在这里 可以看得到所有的法则变化 除了没有办法离开之外 是一个很不错的闭关之地 你最好不要看 对这里的法则变化了解的越深 你和这里的关联也就越是深 到时候的话 你也会在无法察觉的 理所当然的情况下 自然而然的来到这里 而后被困死在生死和时间之外 再也出不去 伏西的警告让魏冤心底悚然一惊 前者那张懒洋洋的脸上 没有半点的玩笑 在回归之后 魏冤和伏西 和县交谈了片刻后 稍微聊了下自己在失恋之处的地方 而后就离开了这里 真灵重新回到了肉身当中 第一时间出现在耳畔的 是滔滔的海浪声 魏冤缓缓睁开眼睛 看到天空和大地 下意识伸出手 不周山弓体的特性在肉身 称天主地 可以直接以肉身接触概念规则 五指微微握合 这一片海域的天道仿佛被握住 而后它松开手 奇怪 为什么 感觉似乎比起之前那里要轻了好多 好像失去了很多东西 魏冤心底闪过疑惑 地为什么会变得浑浊 奇怪 难道说是因为大荒和昆仑的争斗 是因为大荒之中的杀戮和变化 导致了天地都发生了这样的概念吗 嗯 不是没有道理的 毕竟当年贡公给老布周后腰子上那一下狠的 支撑着的天地都歪了也正常 饺子醒了 你可睡了有些时候 布周山老伯抱怨了两句 都没有做饭 哎呀 老伯是不喜欢我的饭菜吗 昭阳笑咪咪道 老布周理所当然道 那废话 你肯定做得不如这小子好啊 昭阳直接被噎了一下 雷好气地瞪了老布周一眼 才不过一个多月而已 这老布修就已经吃腻了他的饭菜 魏渊想着 确实是啊 他在那个边垂小世界都不知道待了多久 翻身坐起 伸了个懒腰 看着天空大地 神色安宁 我睡了很久吗 白衣少女摇了摇头 没有多久的 是吗 对于您来说 那么漫长的岁月 确实是不值一提的吧 魏渊感慨 在布周山老伯的催促下 还是立刻做了一顿饭菜 看着老伯狼吞虎咽 就好像是几辈子没吃过了一样 魏渊柔了柔眉心 缓缓整理内心 做饭的时候 并指三山绝 而后化作剑绝 律中有四大 天道横长 地在万物 人行其中 先天地生者 为道 隐隐然 仿佛攻勒天地 似乎随时能爆发权力 探号探号探号 老伯瞳孔收缩 猛的抬头 左右环顾 又似乎只是自己的错觉 奇怪 哪里来的古怪气机 这个强度 老伯没有察觉到这气息的来历 他未曾全胜 本身也不擅长察觉气机和天机 否则的话 当年也不会看戏的时候 就给撞了一次 要是福西在那个位置上 供攻搞不好 会一头撞到那种神代概念的坚硬材料上 而且以那条扎舌的饼杏 那材料恐怕的是一座山那么厚 直接就把贡公的脖子给崴了 魏渊做好饭菜 在难得吃到鱼的时候 自己那破烂小世界里面 连个鱼堂都没有 突然想起来两位好友 笑着道 我在梦中去了一个地方历练 喝 还认识了两个很好的朋友 在魏渊漫长的转世之中 几乎全部都是乱世 像那样闲时看花开花落 偶尔好友相聚的平淡日子 是他度过的 最平静美好的时光 他道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是觉得 你们 你们两位 应该会和他们两个 很合得来吧 不周山老伯运快如飞 那你倒是把他们带来啊 白衣少女也点了点头 魏渊脸上浮现微笑 嗯 会见面的 当年我们约定过的 所以一定还会再见 等到魂天踏破死关 等到后周游各界回来 我们一定会重逢 贾义还在那道场里 好好等着呢 因为实在是不知道 自己究竟在 那个小世界里面待了多久 魏渊暂时离开了这里 前往城池 白衣少女和他同行 只要弄清楚 现在大荒河昆仑的情况 询问发生的事情 就可以借此推断出 到底过去了多长时间 这就相当于是坐标回溯法 通过大事件的时间节点 进而能够了解到大概的变化 魏渊很想要知道 最近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魏渊给白衣少女 讲述自己这样做的远离 哦哦 少女点头 而后疑惑到 为什么不直接用天机术呢 魏渊脸上微笑凝固了下 无声可嗯 不能相信天机术 为什么 魏渊与众心尝道 因为天机术的源头 那是个绝世大变态 说真的 你不要害怕啊 我怀疑那个家伙 明明掌握的力量是 创世造化和毁灭这两类 却偏要鼓弄出天机术 就是为了确定自己妹妹在哪里 否则的话 握旋造化 创生万物 颠倒阴阳则是令万物失序 神劳天节 掌握造化和毁灭的大神 居然会编撰出先天八卦这教材 我呸 大变态 而且 先天八卦 推演是为了找人 遮掩天机是为了隐藏秘密 找谁 葬谁 那还用说 卫冤甚至于怀疑 这扎蛇编撰出先天八卦的推演能力 是为了找到其他时间线的挖晃 而之所以又搞出来遮蔽天机的能力 就是防止未来的自己跑来找自己妹妹 我自己和我自己斗智斗勇 虽然很离谱 但是很可能 就是你编出这东西来 才让我后世不及格啊扎蛇 卫冤嘴角抽了抽 要了两碗大荒的面 是用大荒的凶兽肉戏戏戏戏做扫子 完全靠着食材本身的鲜美味道 技巧上 根本没什么技巧 那边正好有谁在说书 据说是最新的情报 魏冤眸子亮起 而最近的消息 莫过于北海设下陷阱 竟然有人强行控制全部北海滨江 另有一人和西海之地战成一招换一招的级别 北海欲强 更是强势出现 所谓欲虚之名 便自民动三界八荒 三界八荒 唯我欲虚 看着旁边喊着这样口号 把那北海一战说得口水似箭 唾沫横飞的说书人 某白发青山的道人面容呆滞 筷子都就手里滑落 僵硬看着周围的人 骑骑高呼 陷入了茫然猛逼 等会儿 啥玩意儿 第805章杯莫杯牺声别离 啥啊 这啥玩意儿啊 就欲虚弓了 魏渊嘴角抽了下 脸上神色茫然 是 北地玄武那边是他做的 但是怎么就出现了欲虚这个名号了 这个名号不是道藏里面的名词吗 现在连大荒这边都开始读道藏了 魏渊手里的面都不香了 端着面凑过来听那边的说书人 这说书的不知道是从哪里听来了这样的故事 居然直接从玉虚原始开天辟地的道门传说讲述 内容详实 文采飞扬 魏渊都忍不住想要鼓掌 也不知道是谁传出来的故事 这文风总觉得有点耳熟 只是这故事让魏渊已经完全没法追溯这一点点文风上的不同 听着这些故事的文字 拼凑出事情的真相 魏渊只觉得脑袋瓜子嗡嗡的 那说书的人义正言词滔滔不绝地说这如下的故事 北海之地于墙死去 原来只是个局 于墙原来是玉虚公的属下 北海一直以来只是伪装着的玉虚势力 布周山也是玉虚公的前辈 布周山北地 只是一个诱饵 最终北海的诸多存在不成之心的实力出现 甚至于连西海之地和东海之地都被引动 投身入局 却被兵家煞气所伤 而后被北地真无阻拦 以一敌二 搏杀外海三万里 那说书的 也不知道是什么种族 那是一个滔滔不绝 语气真实 仿佛隐藏在这三界八荒四海之外的幽灵般的存在 一个强大的幕后黑手 欲如反掌般撬动了整个外海的局势 让原本四海势力之中平常的北海裔军突起 带有统帅四海的气魄 而如此 玉虚公只出现了两位弟子 仅此而已 而北地于强玄明 只是一个岁月前的落子 左卫忌决承丹气 玄明尚玉虚 这是何其地恐怖 何其地高深莫测 伪灾 玉虚 撞灾 玉虚 魏渊 我尼玛 当听到那两位战将的战斗风格的时候 魏渊就已经有所猜测 听到那句人间的诗的时候 就已经有实诚的把握 确实是有谁能做出这样的高深莫测 让人看了心惊胆战的局势变化 而其中一个现在就在博物馆里 而以他的性格 再加上自己传回去 尝试和玄武联手 让北海天道和人间天庭体系联系起来的那封信 和现在的情况一模一样 但是 我没让你这么搞啊 我是说和北海天道联系起来 没让你把北海拿了啊 阿亮 魏渊额头青筋奔起 有一股立刻冲出去 反手拎起一座山 然后立刻狂奔会人间 给阿亮来一次兄长爱的铁拳的冲动 而后感觉到袖口被拉了拉 心里一百万头水鬼跳着沙滩草群舞狂奔而过的 魏渊下意识回头 看到白衣少女神色疑惑 袖口有些大 露出的手指白皙如玉 拉扯了下魏渊的袖口 紧张地压低声音道 也就是说 于强对我出手 是预须工作的吗 问号问号叹号 这又黑又大的锅 是从何而来 不 当然不是 魏渊吐出一口气 双手按着少女肩膀 认真道 欲虚功 一定会保护你的 这一点 你可以放心 否则的话 不说自己这一关 福西那条扎蛇怕不是能直接从万法中莫之地杀出来 嗷嗷叫着把阿亮在的博物馆给拆了 在人间的各种小说总是说某某大能演化天地 说未不先知 不算天机 完全忽略了某个原因和某个家伙的存在 天机这个概念从哪来的 无论是史实还是神话 都是那条扎蛇啊 演化天机和先天八卦的起源 脚说里的洪荒圣人掐指一算 一下多少多少年 逼格高吗 这算法都是福西边的 重演地水烽火创造世界 厉害吗 这个创生概念也是福西那边的 四界蔑视之阵狠不狠 颠倒阴阳的神牢天节就是这玩意儿 真出了明目张胆对蛙黄出手的 死的不能再死的余强就是下场 未冤甚至于怀疑 玄武之所以能够成功的说余强只是自己的分身 而其余的北地心腹没有怀疑没有暗中调查 而是理所当然的接受 是因为于强的概念性被抹去了 对他的认知几乎只剩下了最浅薄的地方 所以哪怕是玄武那样的说法 都会被追溯于强千百年的战江 理所当然的同意和认可 而伴随着时间 最终他们或许会遗忘于强 会认为北地自始至终就是玄武 何等恐怖的概念性死亡 福西那扎蛇 为渊安抚了白衣少女 而后上前接着听 只是接下来那说书的妖兽话 行就已经开始说其他的事情了 为渊最后询问道 那西海之地和东海之地 两位吃了这么大的亏 就这么算了 这怎么可能 那位说书者道 据说前几日的时候 约莫三五日前 有人得见两位大帝率领大军 离开了各自的海域 浩浩荡荡也不知道去了何处 据说是找到了玉虚公 打算要找玉虚公去复仇呢 似乎是西南未知方向 算算时间 真要找到了的话 也该到了 玉虚公 怎么可能找到 这地方就不存在啊 慧渊心中道了一句 不过心中松了口气 他始终担心 担心自己在福西扔过去的世界 待得太久了 等到回来的时候 事情都已经天翻地覆了 嗯 现在看来 阿亮还活着 应该没有过了太长的时间 他下意识问道 说起来 北地知识不是都已经过去很久了吗 什么很久 说书者古怪的看了他一眼 那只是两个多月前的事情啊 两个多月 未冤疑或自语 而后脸上的神色缓缓凝固 等等 像是这样的说书者 以惊人的速度在向着外面扩张 暗中确实是有一个看不清的手掌在拨动着 白泽懒洋洋的打了个哈欠 脸着眸子 感知到了传播度 点了点头 他本来以为自己可以闲于躺的 万万没想到啊 居然被武侯开发出了新的用法 他现在只管讲故事 然后创造了一个非常非常松散的阻止 就是花钱讲故事还有提成 而作为白泽的全能 轻而易举地把握到了这样的故事 传播了多远的距离 清楚地把握到 欲须这个名号被多少人所知 然后根据这样数据进行接下来的调整 当然 白泽现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深深地吸了口草莓牛奶 顶着一双死鱼眼 作为先天神圣之一 全能强行持续开展 就跟让一个人每天狂奔不带停的 对于精神上有很大的损耗 而让这一条死咸鱼都没办法摸鱼的原因是 冠军侯失踪了 在韩信自信无比地告诉他你随便跑 有事而我担着之后 冠军侯用行动告诉了韩信 数页有专攻这五个字怎么写 老家伙 论撒手眉的功力 你弱得离谱啊 第三遍了 还是没找到白泽双手挠着自己的卷发 咬牙切齿 这家伙到底是跑到什么遮蔽天机的地方去了 啊啊啊啊啊 还要加班 这小子真的是不安生啊 白泽无可奈何 继续第四次寻找冠军侯的信息 理论上 他可以直接调取天道概念里的情报 但是冠军侯百分百去了某个特殊的 遮蔽天机的地方 现在白泽只能手动挡慢慢找 卫渊带着白衣少女回到了之前离开的地方 不周山神还有些好奇他们说是打探情报 可为什么这么快就回来的时候 卫渊只是强笑了下 道 我睡过去 只是过去了一个多月吗 是啊 怎么了 为什么 卫渊摇了摇头 闭上眼睛 真灵直接寻着联系找到了万法终末之地 他心中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压抑的感觉 魂天 厚的身影在眼前不断的变化 往日的经历真实不虚 而时间却对不上 这代表着 你到底 把我送到了哪里 卫渊盯着福西 语气沉明 青山的俊美青年看着眼前白发的道人 挠了挠头 干笑道 哎呀终于意识到不对了 看来比我想象的聪明 没错 是过去 福西的蛇童带着些尴尬 是很遥远的过去哦 过去的偏僻之地 果然 魂冤缓声道 那么 魂天 后 福西蛇驱游动 有种想要跑路 想要避开这个问题的感觉 但是眼前白发道人 现在给他一种很不对劲的感觉 道 你说他们啊 我确实是非常感谢他们 把你教导的如此地出色 远比我预料的快 也比我预料的好 哈哈哈哈 不错不错 我还以为你要更长时间才能悟透呢 哎呀真的是给我省去了很多时间呢 福西挠头装傻笑着 魏渊道 他们现在在哪里 他们 死了啊 福西最后沉默了下 道 魂天 就是混沌 不顾一切 毅然死关 而后得偿所愿地死了 至于后 那就是后土啊 应该也是出什么意外了 不过放心 和神舟没什么关系 不过这些和你无关了 总之你能得到好处不就对了 你也应该习惯这些东西了吧 离别啊 失去啊 什么的 哎呀 也就是两个本来注定就一个要死一个重伤昏迷的人罢了 哈哈哈哈 能换取这么大的大道收获 真的是实在是赚大了 开 开心点吗 时间岁月这个东西 很残忍的啊 再说了你继承了老不周的道路 那么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的 福西面色僵硬 尝试去安慰着眼前的白发道人 魏渊闭着眼睛 好友的脸庞在眼前闪过 五指微微卧合 天者 至高无上者 最大 地者 厚得在物者 之后 五指卧合 仿佛称天主地 魏渊沉默着 看着那边的福西 脸上浮现出一种微笑的表情 五指松开 道 不用担心我 你送我回去感悟是好心 我也知道 知道魂天他本身就怀揣了死志 我知道后也有自己的追求 他们都有自己的大道 他们都比所有人都坚定 也比所有人都崇高 对于魂天来说 死在自己的道路上是所追求的吧 对于后来说 一定会追寻自己的道路吧 白发道人神色变得安静寂寥下来 只是 我还想着 我还以为 我真的可以有和朋友一起论到喝茶的日子 只是可惜啊 我买了礼物的 很多礼物 道人双手摊开 脸上的微笑一点一点盛放 最后也只是安静到 浪费了啊 魏渊离开了万法周末之地 伸出手掌 天地乾坤 演变天机 或者说 只是在确定离开时候留下的坐标 确定 当年小世界的位置 至少 回去看看 很快他得到了方向位置 西南方向 七海之地和东海之地复仇欲须的方向 魏渊的神色凝固了 怎么了 小子 老布周山突然感觉到了一股压抑着的契机 现在他只是不忠负紫山级别的宫体 被惊了一下 魏渊道 没什么 老伯 能麻烦你暂时保护下他吗 白发道 人是一那边的少女 道 我有一点事情 需要出去一次 不 他声音顿了顿 然后道 回去一次 第806章 你到底是不是 回去 去人间见吗 老布周山疑惑道 可是这个可是老远啊 你连饕铁都不如 那家伙貌似都有跨越空间的法术神通 你虽然打得过他 但是你可没有破戒来去的本事啊 不是人间 魏渊摇了摇头 嘴角抽了抽 我另一个家可能被人给爆了 啊这 有谁抄你家了 布周山老伯震惊 有谁敢抄你家 你家里还有谁吗 没了 魏渊沉默了下 然后回答 大概还有一个最初我创造出来 用来看门的机关傀儡 但是当时用的灵物和材料 水平都比较低 我自己会的也就是剑术 创生之法这种东西只能说稍微懂一点 但是我至少懂得住剑 所以那些灵财 已经有八成以上都化作渣子了 他的灵性也不能支撑这么久 那只是一个很弱小的灵性而已 布周老伯点头 确实 肉体的衰败还有救 其实灵性在时间冲刷之下的损失才是最恐怖的 魏渊道 我只是不想让我的家被强盗打坏了 不想要和朋友一起聊天 论道 开心的地方都被破坏 老布周若有所思 服了抚须 道 保护那小女娃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老夫还是有一个问题的 你那个家 再加上外面传得风风火火的消息 加上玄武和你的关系 你莫不就是那个什么玉虚公 那边白衣少女警惕地竖起耳朵 为冤头皮一麻 直接一把薅住了布周老伯 啪一下捂住老伯的嘴 道 虚 你小点声 小点声 我小点声 你说 布周山老伯点头 眼睛金光冒出 认真点了点头 和卫渊一起蹲在一边儿 手上不知什么时候就出现了类似于爆米花之类的神袋小吃 道 说 说啊 卫渊 无声匹手夺过老布周手里不知道哪里来的吃的 卫渊把自己的猜测说了一遍 于是很快的 那边传来了布周山老伯于月地欢快的大笑声音 手掌啪啪啪地砸在卫渊的肩膀上 道 好啊 好啊 你小子也有今天 你也有今天啊 哈哈哈哈 无道不孤 无道不孤 你没发现您把自己都骂进去了吗 卫渊叹了口气 气得牙痒痒 道 还是气不打一处来 不行 我得给那小子一下 哦 那个叫做阿亮的 可是你在这里这么远 怎么打 卫渊下意识到 大概 天机术 老伯亚异地看着眼前的卫渊 道 你不是不懂天机术吗 再说了 天机术这种东西能够做到这一步 白发道 人道 因为现在所谓的天机术 只是那条扎蛇的风格 而不能称之为是真正的天机 可是天 是其大无有二也 故从一大 而所谓的天机术 不过是在浩浩浑天之下 苍生的命运而已 并非是天之机 所以 只需要找到对应众生的那一条线 他下意识伸出手 下意识学着浑天的风格 五指卧合 于是万般法门在眼前展开道路 尽管无法去看到波浓眼前老伯的命格线条 即便无法去干扰旁边白衣少女的命运 或者说他们的命运如同巨大的黑色漩涡 但是他自己也能够看到了 所以 何为法 何为道 如果说对苍天之下的命格施加干扰的话 大概可以做到这样 呵 本来是不可能做到的 可是不周公体不是能双手直接触碰法则吗 我就想着 比法则第一个层次的众生的命运轨迹肯定也能用手扒拉一下 为冤并起手掌 虚砍了一下 人间界 少年武侯这几天缓过近来 但是还在每天去思考接下来的布局 现在原觉和尚离开人间界 他反倒更加舒缓下来 至少没有谁强迫他按照旁人的生活作息健康生活 呵 也不知道阿约回来知道玉须的时候 会不会吓一跳 少年武侯嘴角带着愉快的微笑 似乎是太过于出神 没有注意到前面的道路 一不小心砰的一下撞击在了书架子上 往日都有圆绝收拾这些东西 现在书架没人收拾 晃动了下 上面的书居然砸了下来 砰 砰 砰 一连三下 厚厚的书砸在了少年武侯额头上 就好像是被人在头顶手刀劈了三下一样 散开的书卷有小说 有记录 其中散落的书页彼此遮掩 又被其余东西盖住 旁边放着一个花瓶 里面的水洒落沾染了书卷 少年某主捂着被砸出小包的头收拾书的时候 看到被水沾尸凸显出的文字 动作缓缓凝固 那些文字能拼出两形字 阿亮 又方括号点 勿要如此玩笑 少年武侯感觉到屋子突然变得幽深 仿佛能看到熟悉的身影 一时失言 遥远大慌 魏渊点了点头 嗯 很好 在论道的时候琢磨出来的这一招确实是能够用 第一次用阿亮的头试试 看来感觉还不错 正想着 魏渊突然觉得自身的精力得到了一定的消耗 只是靠着天机宁格传递消息 对他的损耗大道了比拿剑劈开一座山都巨大 明白了 根据魂天的风格所开辟的神通 消耗大地离谱 算了 和混沌比内西法力的魂后也太离谱了 布州山老伯看着眼前的白发道人 道 你还要做什么 魏渊理所当然回答道 联系盟友啊 我一个人肯定打不过那边的两个大地 你又必须要保护好这边的蛙黄 能够找人一起打肯定要比自己上好的多了 能够动手就不多说 能够围殴就不要单打独斗 魏渊随手取出一张纸 在上面写出文字 然后斗手一散 白纸上的文字就如同云烟一般的消散掉了 消散无形 道人拂袖起身 道 这样的话 叶明就能够收到消息了 以他和后的联系 应该会去 老伯你顺便去一趟玄武那边 让他们顺便包了那两个家伙的老家 当然 不用告诉他们立刻去做多狠 这一次那两位大地肯定没那么容易陨落 他们可不若 稍微做做样子 在东海西海率军防守一下就好 布州山老伯看得一愣一愣 道 这就告诉叶明了 魏渊道 当然不是直接告诉他 这样他可不会相信 但是 他会在之后必然 注定看到我给他的消息 嗯 大概就是我虽然无法对叶明的命运加以干扰 但是想办法让另外一条短暂的命格制线和他的命运交错是没问题的 也就是说我可以让他一定遇到某件事情 探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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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州山缓声道 魏渊 玉须是不是你 不是啊 魏渊按着眉心道 老伯你都知道了这就是他们搞出来的事情啊 再说了你不要提玉须须这事情 但是我还记得一些 我记得 大荒外海有奔涌的概念风暴 速度之快的时候 顿数根本无法匹敌 布州山还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看到前面的白发道人走出半步 踏在水面上 就袍微微扬起 而后恰到好处地 脚下的法则出现了一股微弱的乱流 法则之海和天之概念 以及地脉产生了一次非常巧合的 仿佛不可能出现的 无规则的变化 而这一变化导致了形成了一种急速的推动力 而更为巧合的是 这样的变化居然会是笔直朝着北海去的方向 朝阳亚异道 哎 已经走了吗 这也太好运气了吧 居然就恰好让他打了顺风车 不是好运 是必然 布州山老伯缓缓摇头 神算明智 他在这手段里看到了和自己的好友混沌类似的部分 但是却发现了更多更多截然不同的方向 就仿佛是同一类食材 化作了完全不同的两种运用的风格 波动苍天之下的诸多命运 在不涉及强大神灵的情况下 让万物随心流转 已经遗忘了太多的法术 布州山缓缓抬眸 道 言出法随 哪里还需要什么神通 他感慨叹息 低下头打算拿着自己的零食定定神 而后恰好一个空间乱流 直接出现在老伯旁边 老伯反手一巴掌把这个乱流打散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一阵流风导致手里的吃的都散出去 而后直接被收走 布州山老伯神色凝固 言出法随是这么用的 用来打小孩的头 用来暗中通知别人去打群架 用来抢老人的点心 怎么会有你这么谢的混蛋 老伯悲愤怒吼 灭图啊啊啊啊 叶明把那画像卷轴取出 而后将剑树金要放了回去 然后把侠子重新放入了屋子里 准备将画卷带去 询问帝君这是怎么回事 他走出了屋子 而后再离开此地 前往天地所在之处的时候 微微一正 本能的心血来朝让他脚步顿住 而后下意识抬头 看向一侧的岩石 看到那林寻的山岩之上出现了一个个文字 上面写着厚土过去曾经的道场之所在 而此地荒无人烟 天高地阔 文字清晰无比 隐隐空旷幽远之意 仿佛命中注定 仿佛见到这些文字 乃是必然 叶明背后发寒 头皮发麻 是谁 叶明素来镇定冷静 这个时候本来该立刻离开 需要冷静思索 当涉及到厚土的时候 他的判断力瞬间会被这个名字占据最大的分量 理智会被某种冲动破坏 沉默了下 叶明转而奔走离开 直奔那坐标方位之处 离开之时反手一剑 将这山岩劈碎 化作鸡粉 在西南方位 某个小世界外侧 巨大的灵气波动汹涌磅驳 对于此地阵法的破解 已然持续了足足三日时间 仍旧 不曾成功 第807章欢迎回来 巨大的名校 代表着灵气的剧烈冲撞 翻滚着的波涛朝着四面八方涌动着 这是足以令大地开裂 让河川逆流 让山外粉碎的力量 但是前面乌龟壳一样的小世界杖壁 却是晃都没有晃 眼睛咬牙 胸膛中的愤怒几乎在生疼着 背后 西海之地如收和东海之地 巨盲只是坐在以龙兽和虎兽 拉动着的巨大行踪之上 饮酒闲谈 这一次的小世界外侧 两位大帝根本就没有放在眼中 只是当作了一次历练属下的机会 也是 这样地处偏僻 又灵气极为稀薄到几乎于无的破败世界 恐怕只是欲虚公这个势力一处边陲之地 两位大帝抵达此处之后就失望了 将这任务交给了他们 但是 但是居然足足三天时间都没能攻破 之所以两位大帝还没有出手 一方面是以金万条斯里的当作堵这个小世界究竟是谁的部署先打破 一方面也是不屑于出手 就当作两位外出闲聊 而现在 现在 区区一介没有多少灵气的小世界 居然让他们花费了如此巨大的功夫 其实 并非是没有被打破 以他们的目力 以他们对于灵气的掌控 以他们的身份很全能 清晰的感知到 那小世界外层的阵法就如同泡沫一般的破碎掉 而且不是一层层的破碎 而是一次性崩碎了十层 一百层 但是 但是当打破一层就会立刻出现一百层 打破一百层就会出现五百层 无穷无尽 无穷无尽 完全是以数量死死抗住了诸神的火力冲击 眼睛几乎要疯了 哪怕是你再熟练 再熟练 哪怕这里显而易见是有背部下的阵盘基石 但是你开辟一个简单的阵法至少也需要五六天的时间 这里有多少 有他妈的多少 他一拳能让山脉崩裂 拂袖能让江河倒卷 他是战神 是武神 这种低劣 无效 只靠着苦哈哈基本的五行循环的阵法 他一拳就能砸破十层 几十层 但是这里根本就不是几十层那么点 这里有他妈的几百万层同类阵法 几百万层 然后几百万层的同类阵法疯狂共鸣 以最为愚蠢的方式 耗费了至少万年的光阴 创造了即便是神灵都无法立刻击穿的 一个无与伦比毫无破绽的阵法防御层 最弱也是最强 最弱因为根本没有效率可言的愚蠢 而最强因为不知道如何布下有效率的阵法 所以就只好耗费时间完成最扎实的阵法 五行相生 循环不息 而后足足数百万层的五行相生 彼此之间产生了连创造者都无法控制无法预料的共鸣 可恶啊 给我破 为什么还不破 为什么还不破 眼更怒吼 抬手握拳 暗博浩瀚的金属灵气爆发 化作了一座长达数千米的巨大苍龙之形 而后轰然砸落 强悍的冲击力 撕裂了一层层的阵法 但是几乎是瞬间就有更多阵法填补出来 眼更身躯颤抖 那种怒意冲天而起 却又无可奈何 可 看来 还是有几分手段的 虽然愚笨了些 但是以漫长的时间靠着最基础的阵法原理 居然也创造出了这样的防御层次 虽然说也不值一提 但是至少也是有点看头 功忙点评 路收饮酒 而后皱眉 道 算了 不等了 他有些觉得烦闷了 随手将美酒的酒杯抛制 去止一谈 其中一滴酒液飞出 在飞射而出的时候逐渐拉长 逐渐沾染了奇异和灵力 逐渐沾染了斩破概念 撕扯因果的无比灵力 只是一刹 那足以阻拦寻常神灵漫长时间的 堪称无懈可击的阵法就破碎了 天地被分开 小世界的内部清晰无比的展露在了 路收 展现在了俊芒 以及其余的湛江门的眼前 路收不可遏制地稍微震了下 脸上浮现出压抑的神色 回过头对着坐在苍龙拖动的行宫之中的俊芒道 看来果然比我们想的要好一些 难怪会有之前出现的那个级别的阵法 路收落座 端起眉酒 道 去拿下 布置了这一份阵法的 是情报里面所说的那个机关傀儡吗 眼庚 将他拿下 本座对他有点兴趣 西海的藏书地恰好还缺少一个看守大门的 公芒道 那么 笔端似乎有不少的灵才 就归属于我了 路收道 呵 可以 那么 那边似乎还有些书卷 其中我要七成 公芒摇了摇头 不 你最多拿六成 两位大地平淡地思考着这一个小世界的归属 眼庚心中激荡波涛 觉得如此轻描淡写地便决定了一个世界的走向 如此方才属于是真正大神通者的力量和觉悟 于是他领命 率领着西海和东海的精锐 撕裂了阵法剩下的部分 踏入了这一处灵气稀薄的地方 这一个阵法的难以破解之处在于那数量恐怖到让人头皮发麻的武行相生 循环不息 而一旦打破 其本身内部就会开始自我坍塌 自我湮灭 眼庚顺势一枪直接凿穿了这里的防御 抬眸横扫 危感压抑 情报上说 这里的机关傀儡 至少已经等待了万年的岁月 但是这里却仍旧 仍旧过于地整洁 林草的展示很好 可以看得出来 仍旧是有人在认真照料这些林草 地面被打扫地很干净 空气中弥漫着药材的香气 收获的新鲜蔬果放在屋子里面 一切就好像 主人只是出门散步 很快就会回来了 哼 装神弄鬼 眼庚顺势一枪砸出 将那些盛放果实的篮子砸碎 将本身没有多少根性 并非是林草的那些田地扫瓶 其余的成员早已经四下分开 奔向了藏经阁 奔向了山巒处真正难得的林草 眼庚长枪一百 则是开始寻找那机关傀儡的踪迹 突然 天空出现了一阵异常的涟漪和波动 眼庚面色微变 手中的长枪一百 化作苍蜂 勾动磅驳大势 直接搅碎前方袭来的剑气 那剑气似乎颇有根底 但是在记忆的道路上 不是单纯的时间可以磨砺出的 哼 雕虫小技 眼庚抬起头 看到剑气纵横 看到了其余的 来自于东海和西海的年轻将官们都陷入了攻击 有的还颇为狼狈 空气中有滴怒的声音回荡不休 滚出去 滚出去 你们不是客人 你们滚出去 眼庚长笑声中 单手握持神兵 轻描淡写的将一道道袭来的剑气抽碎 尽管说这声音的主人已经尝试遮掩自己的方位 但是这样简单的手段 怎么可能瞒得过这四海诸神 哼 客人 卧客 也是客 眼庚大笑 本将军今日就告诉你 什么叫做代客的法度 给我过来 招式凌冽霸道 跟金之气 锐不可当 带有一招破万法的气魄 直接将前方的隐藏阵法撕裂 但是旋即一股极为不稳定的气息就豁然爆裂 以大地之气 化作了的武航声客阵法 直接引爆了这一个地方 眼庚不在意 但是大意之下 却被这一股强烈的冲击力打在身上 狼狈不堪 连连后退 就连手掌都被剧烈震颤冲击得微微颤抖 面容更是被那一股烈焰之气烧着地焦黑 放下手掌 却每战将的神色变得有些扭曲 敬酒不吃吃法酒 我要打断你的腿 但是他们的进展根本没有那么轻易 那记录里面的机关傀儡 给他们带来了极为巨大的麻烦 剑气 阵法 最基础的剑术 最简单的阵法 如同鱼工一般愚蠢的方式 但是最简单的剑术批斩万年 最寻常的武航相生的阵法 却也层层相叠 总会从奇妙的地方出现爆破和冲击的力量 这根本不是一个傀儡 MD归虚 居然卖假情报 眼羹吐了口浊气 心中已经郑重起来 这并非是一个傀儡 这是一个强敌 狡诈 奸华 擅长剑术 懂得阵法 在他的心中 这样一个强大莫测的敌人已经被树立起来 可尽管如此 敌人毕竟只有一个 当越来越多的神代军队冲杀进入的时候 手段也逐渐技穷 最终他们踏破了最内侧的防御层 终于找到那家伙在哪里的时候 却一时间微微失神 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打破的废墟当中 关节结构转动发出的声音僵硬而刺耳 傀儡坐在原地 身躯已经有超过八成失去灵气溃散流沙化 没有什么敌得过岁月 钢铁会腐蚀 灵气会逐渐消失 即便是号称为神灵不灭者 在万年 数万年的岁月下也会逐渐消亡 眼睛皱了皱眉 看着那个四肢几乎全部碎裂 身上出现密密麻麻裂痕的机关人 就只是这样吗 罢了罢了 既然是大地需要 自然是我的战功 只是 那不惜一切代价 很辣霸道的设计 居然是这样一个失去灵性的机关傀儡做到的吗 机关傀儡仍旧在运转 缓缓抬起头 看向中围的敌人 身上酷败的气息 道 你们 不是客人 你们没有得到邀请 请离开 傀儡回答 这里的主人很快就会回来了 等到他回来 你们可以来拜访 眼睛放声大笑 你的主人 当然不可能再回来了 啊 可惜啊 这机关恐怕要碎了吧 傀儡的身躯 无法再继续支撑活动 只能靠着意念驱动此地的阵法 但是却被随意抽碎 机关傀儡身上残留的灵性开始剧烈的波动 打算直接破碎自身 引爆这里的全部阵法 哼 响得美 眼睛大喝一声 手中兵器猛的撕扯出耀眼的金芒 突然 空间出现了罕见的法则乱流 这种会随机出现空间裂系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出现在这样灵气稀薄的地方的 会有概率 但是会无限趋近于零 可是这件事情就这样不讲道理的发生了 最烈的空间裂系恰好将招式攻击吞没 而后下一刻 身穿青衫的白发到人脉步走出 机关傀儡的动作停止 我是不会迟的 引号点 这是 言冲法随 为冤单手握住了那柄神代的兵器 垂眸看着那边破碎的傀儡人 看着自己当年画的纹路已经消失不见 假意两个文字也已经模糊不再 真的是 非常非常漫长的岁月啊 机关人重新做到 道 您回来了 嗯 回来了 破碎的傀儡用僵硬的语调道 回报工作 后曾经来过好多次 不过 很久没有再来了 嗯 混天一直没有再来 是这样啊 傀儡道 是我哪里没有做好吗 他们会为什么不来了呢 不 你做得很好 是吗 我每天都有扫地 灵财都有收割 这些时间里收获了很多的食物 如果后和混天再来的话 可以吃很多时间了 机关傀儡僵硬起身 迈出几步 然后右脚风化破碎 像是第一次诞生时候那样倒下去 只是没法再起来 傀儡的脸上一点一点浮现出最初的表情 用滑稽的语气道 欢迎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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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前出现的是白发的道人 是中年温和的男子 是温和柔美的女子 月色之下 是谈天论地 也时是会风化的 沧海桑田 灵财也会逐渐湮灭 一切都有终点 则 灵性丧失了 眼更遗憾地道 那你是谁 最后用幻术让他看到了最想看到的东西 真是可笑 他桀骜的注视着眼前的白发男子 掌中的枪剧烈名笑 发出撕裂山川的爆裂气息 但是却无法撕裂那男子的右手 而后 伴随着咔嚓声 在眼更惊恶的注视下 那柄长枪破碎 你们不是一直在找我吗 白发道人俯身 将傀儡机关人的核心握在手中 那里 尚存一丝丝的温度 不会迟 但是 他也无法跨越过去的漫长岁月 所以 也不能更早 找你 你是玉须原始 这里的主人 是吗 玉须原始 你们觉得这个名字就是这里的主人 无边的剑气开始撕裂 远远超过了之前阵法的力量规模开始爆发 而后 一瞬间 扫过了整个小世界 下一刻 两位大地猛的起身 看到剑气的风暴扫过 瞳孔收缩 所有踏入那小世界的战江 全部化作了鸡粉 一瞬间 剑气从所有神灵的翘穴飞入 自魂破层次的诛杀 这里是魏渊心中最后 也是唯一 安静平和的地方和岁月 你是谁 路收缓声道 敢杀我战江 杀你战江 魏渊知道他接下来会说各种各样的道理会彼此扯皮 道人眼底始终压抑的情绪涌动 周围的行攻遭遇到了一定的破坏 而自己的实力 未必能速胜 何况一个擅长攻杀一个擅长恢复 并指为剑 天道为何 魂盖万物 地道为何 得厚苍生 魂天的气息 厚的气息 留存在这里的烙印被引动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以人道为开始 引动此地烙印 数次流转 每一转动剑气便魂厚一次 最后一剑直接引动此地的气息 人行走于大地之上 大地被苍穹魂天覆盖 而先天地生者为道 全而又玄 众庙之门 以人之身 持道为剑 欲中四大 流转不息 一剑铲道 此地曾经的论道气息终究消耗一空 而平静的剑气直接洞穿入收的眉心 曾经和西王母角逐更金之主身份的金正神色凝固 而后戴着不干 戴着绝学还没能施展的屈辱 就此弃绝 杀了 便杀了 平淡的声音此刻才落下 叹号叹号叹号 勾芒瞳孔收缩 感觉到了那一瞬间的朱砂 头皮发麻 立刻开启神话概念 怒道 你到底是谁 并指为剑 右手剑直缓缓背负身后 白发青山的道人 台谋 如你们所愿 也回应你的守候 空偶 小世界的天地浩荡 云气流转 行弓之处 遍地狼藉 却自有灵性滋生出来 道人立足其中 神代湛江的身躯碎裂 灵气反哺天地 整个世界开始发出轰隆隆的大道之音 开始开辟自身 而金正之躯同样坠落 大道之音压不住平淡的漠然 欲须 原始 第808章天清西北 地县东南 玉须 原始 这样的名字缓缓道出 伴随着一味味神灵躯体的陨灭 伴随着金正入收残区的滑落 明明只是普通的言语 竟也带了难以想象的震慑和恐怖的压制力 得益于残留在此地的 魂天和后的论道气息 哪怕时间也不曾将他们的痕迹吹走 未冤得已施展出了真正欲中四大之境的一剑 以人为开始 两次变化 最终推演到极致 摸到了道剑的门槛 而后一剑刺出 七海金正入收完全没有来得及开启彻底的神话概念 就已经被这一剑洞穿眉心 作为速度和灵力程度都极为强大的金正 这是他第一次遇到连开启神话概念都来不及就被直接洞穿的招式 白发到人脸眸 感觉到自己的眉心一阵阵的抽痛 金正入收会觉得 区区一介小世界的主人不必值得在意 引号点 金正入收会因为牧神俊盲在 因为后者不逊色神浓齿的治愈能力而放松警惕 跪下一时端着西方之地的尊严 只是将神话概念开启 而没有彻底覆盖全身 这样会展露出类似于畏惧胆怯的情绪 引号点 入收不喜欢这样的内在情绪 引号点 三条命运线的波动 只是从侧面干扰 稍微影响到了入收的情绪 催动后者做出了暂缓开启权力作战姿态的概率 大概就是从一半一半的概率拉到了约莫七成 为渊就已经感觉到了精神的巨大消耗 以人的身份去波动天的权能还是太勉强了 而现在也已经无法再波动巨盲的思绪了 不过这毕竟是魂天都无法做到的事情 唯独先天地生的道可以影响到天 而以人之力产世大道 是唯独魏渊自己走出的狱中四大之路才有可能做到的 无论是后的后德在物 还是说魂天的天赋苍生 或许在其他方面超越魏渊 但是却也有绝不如魏渊的地方 如同共公波涛絮是天下无双 帝俊单体战力爵士 绝不能和福西拉开距离作战 魏渊看向俊芒 路收的暴死 让他的警惕直接拉到了最高 让他几乎有化作惊弓之鸟的恐惧 抬手抹杀一海之地 这是哪怕蛙黄 后土这样不擅长战斗策的十大巅峰都无法做到的 你的实力 不是 魏渊道 我远远没有抵达我朋友的境界 所以你可以放心 光芒下意识松了口气 下意识觉得安心下来 就好像对方真的没有对自己的杀意一样 而后他立刻的察觉到了自我意识的偏离 下一刻 意识到了那句话 此人难道是十大巅峰 引号点 不是 引号点 我远没有抵达我朋友的境界 朋友 勾芒心中恐惧 而后看到那白发道人脉步走出 几乎本能的厚厚撤 而在这个时候 其所处的 巨大山脉一暗恢弘的行宫 竟然出现了几乎不可能出现的真法坍塌 是真法出现了一个节点的错误 导致了一连串的爆破 双引号 探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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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引号 你 光芒惊怒后撤 道 我没有对你的小世界出手 无数的木形之气汇聚 在其生前化作了无数的概念类防御 有万木苍青 也有无边生机 无数的光芒汇聚 果不其然 在其做出反应的下一刻 白发道人出现在他身前 并指点出 右手直接点在了这盾牌上 不周山全能 以双手接触概念 咔嚇咔嚇咔嚇的碎裂声音 功芒 风一点一点的刺穿了前面的法则 一点一点的指向自己的眉心 而在这个时候 俊盲的无边生机也已经感应到了对方的虚弱 他并非是全胜 刚刚的那一件 并不是全无代价 功芒芒心中燃起生机 而后双目抬起 透过法则清晰的看到了眼前白发道人 东方荧幕最为擅长诸多契机的辨别 他神色微微惊恶 脱口而出 是你 那个和大荒冲突过的人族 话音说出 反倒是俊盲面色微白 自己看出了对方的真身 对面恐怕是绝不肯放自己走了 万木化身 苍青之体 无边生机流转 自可以生生不息 俊盲本来都打算拼死了 却突然微微一震 脸上旋即露出了狂喜之色 他感觉到了一道气息正在飞快靠近 而子熙辨认一股正在已跨越岁月般的速度抵达的 正是十大巅峰之下第一阶梯的耶鸣 实力在自己之上 代表着天地的副手 而这个时候 魏渊也感知到了耶鸣的逼近 耶鸣也察觉到了这边的波动 疯狂加速 白发道人脸上神色微微古怪 然后摇了摇头 嘴角抽了抽 耶鸣是大慌立场 肯定不希望看到俊盲和入收一起没了 尹号点 从帝俊的立场上 会选择出手 会制止接下来的战斗 尹号点 论我的援军最后来了之后 发现成了我的敌手 而更重要的是这个援军 还是我自己想尽办法找过来的情况 这到底是个什么级别的冤种 过去的我 你究竟干了什么啊 尹号点 勾芒脸上浮现出快意的神色 双手一转 仗着那无边的磅駁声击 仗着自身对于万界木形之力的控制 直接尝试要控制住眼前的道人 要拖延事件 要等待耶鸣前来 众所周知 岁月之主从不曾持过 这样吗 青山白发道人右手持剑 左手并只虚斩 袖袍微微斩 语气平淡 斥令 耶鸣不可来此 功忙正要大笑 突然微微一正 感知到就在耶鸣的那个方向 突然出现了一股股空间的风暴 而这个空间风暴当中甚至于 还有丝丝缕缕的时间之力 而抚平时间的连衣 是岁月之主的职责 耶鸣的动作不可遏制微顿 问号探号探号探号 功忙神色凝固 脸上的微笑迅速消失 看着那边气质苍茫永远 背后大到开辟之鹰的白发道人 头皮发麻 走 顿光一脸 毫不犹豫的迅速后退 但是不知为何 俊芒前方的道路总是出现阻碍 神灵并非是无所畏惧的 那是十大巅峰的境界 而俊芒之神 他很强大 但是却绝不是入收那样的强大 而是类似于神农边那样的强大 他根本不是战斗侧的神 而现在 足以对他造成一定阻碍 虽然无法伤害到他 但是也必然会拖住他脚步的 奇异现象不断的发生 而且是一个连接一个的发生 完全不讲道理的发生 空 空间的风暴乱流擦过了俊芒的一百 下一刻又脚索他之处便爆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和怒吼 这里有剧毒的巨兽 而现在这巨兽 受震怒的发动了攻击 转瞬便被无数的藤蔓撕扯抽取了魂魄 但是巨忙的动作在这一些接二连三的意外下不断的被拖慢 只是还好 还好自己远离了那个白发道人 还好对方并没有追来 他解决了手头的一个个麻烦 抵达了前方 而后看到青山白发 神色凝固 下意识环顾周围 刚刚只是慌不择路 等到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居然只是绕着这小世界奔走了一次 万木 勾芒低吼 一件件神兵自行弓的碎片当中飞出 流光交织变化 带着撕裂敌人的锋芒 而巨忙脸眸 让木形的规则包裹住自己 而后在极限情况下 可以和十一的回血速度比拟的神通开展 生生不息 只是玄机巨忙发现自己失策了 这里是金正如收战死的地方 这里的金属性元气浓郁到绝望的级别 而金刻木 导致它的神通和概念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干扰 但是即便如此 它仍旧有把握支撑着 有把握等到耶鸣的抵达 木形的元气除去了操控生机的概念 令生机绝对内敛 外侧化作不逊色于山巒的防御层也是可以的 是能够在三界八荒牌的上号的防御概念 看到那剑似乎被自己的概念阻拦 无法刺穿 公忙松了口气 成了心中隐隐的怒意 疯狂 愤恨都生腾起来 只打算之后自己也要开始涉猎杀伐类的概念 要去执掌西海入收的全能 要去和帝郡联手 要揭露出眼前欲虚的身份 而后让人间借付出代价 白发道人拂袖让剑光收入袖袍 周围的法宝无法伤害到他 而后俊芒看到白发道人眼底有压抑之色 摇了摇头 不知为何 俊芒心中突然出现了极为强烈的预警和恐惧 而后他看到白发道人伸出右手 五指微微分开 天的苍茫 大地的浑厚 同时出现 称天主地 人形其中 而后 功芒疑惑的注视逐渐变得惊恐无比 他终于意识到眼前的人要做什么 白膝手掌微微翻转 五指未曾握合 而是平静按压 于是天崩地裂 天主崩塌 以人至身 推倒天助 令大地塌陷 令苍天崩除 此为天清西北 地陷东南 此为翻天 白发道人右手按在了俊芒的手脊 层层的破碎声 牧神的防御层一层一层崩溃 而后手掌按在牧神的额头 只是一个瞬间 牧神俱盲得神魂破碎化作鸡粉 蹊跷流血 头如重重一垂 白发道人看着不甘气绝的东海之地 到 在你们踏足这里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第二条道路了 可惜 你如果愿意拼死一战的话 我绝不可能如此轻易地赢 岁月的概念流转 耶鸣抵达 当耶鸣以最快的速度解决了遭遇的突发事件 抵达此地的时候 他瞳孔骤然收缩 看到了死去的西海之地入收 看到青山白发的道人收回了右手 四海之地当中最为擅长生机的居芒坠落 转眸看来 苍茫 幽远 漠然 隐隐然带着 那种命中注定的感觉 耶鸣掌中白居剑瞬间出窍 你是谁 卫渊看着耶鸣 他已经没有战斗的力量 也没有战斗的心情 白发道人斟酌了下 摇了摇头 道 要进来做一做吗 他漫不经心转过身 脚步平静 青山朴素 后土当年喜欢的茶 应该还有 要尝一尝望 第809章后土的消息 耶鸣最终还是收起了剑 他的冷静 理智 克制以及判断 在涉及到后土的时候 就和听到蛙黄被逼婚时候的未冤一样 根本就不能够说是存在 耶鸣提着白居剑 外部跟上了前面的青山道人 这里的小世界正在吞噬着神灵死去之后残躯爆发的灵气 让原本是那种灵气极为稀薄的世界开始了剧烈的扩张 神灵死后 全能归于天地 自身之灵散尽 而其本身作为具备有极高元气级别的存在 会反补天地万物 耶鸣看到了简单朴素 却又隐隐苍茫大气的道场 看到了一颗颗灵直购筑的花园 看到那白发道人脚步止住 似在出神 而后伸出手指了指前面残留的桌子 与其平淡道 坐吧 闭着双目的儒雅青年沉吟了下 坦然落座 魏渊走到了原本存放茶壶茶杯的地方 已经过去了太过漫长的时间 本来应该用神石扫过此地寻找一下 可是等到他下意识打开柜子 却看到了茶壶仍旧在原本的位置 就连茶叶所在的地方都没有区别 动作还是微微顿了顿 甲一 魏渊脸了脸毛子 取出了茶器 亲自沏了一壶茶 吃这个小世界生长的茶叶和泉水 给耶鸣倒了一杯 也给自己倒了一杯 茶叶在清澈的茶汤里面上下起伏 白发道人端着茶 无言许久之后 开口问道 厚 也就是厚土 他是怎么失踪的 厌鸣沉默了下 道 我也不知道原因 那个时候我还很小 也很弱 娘娘他应该也不想要让我知道这件事情吧 我曾经觉得 是他不理解我 是他抛弃了我 现在想想 或许正是因为他太了解我了 并脚白发的岁月之主道 他知道 那时的我若是明了他的目的 一定会选择与他同行 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的寻找他的方位 而彼时的我 尚且不懂得何为累赘 他此刻已能够平淡的说出这些话 证明这漫长的岁月也并非是虚度 魏冤道 大概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燕鸣皱眉思考 许久后 道 应该是在混沌被凿开七窍死去 到蛙黄第一次失踪的时间之间 那一日娘娘神色隐隐有些不对 他带着我周游了大荒之后 将我留在了西级的行宫道场 而后就离开了 再也不曾回来 蛙黄曾经失踪过一次 按照之前青山女子县的说法 蛙黄第一次失踪已经是七千多年前的事情了 而后也只是在不周山被供攻撞他的时候 出现过一次 匆匆补天 而后又很快消失 在蛙黄消失之后三百年左右 福西离开了这里 前往神代外海的最深处 按照青山女子县当时的说法 是去了古地混沌曾经所在的中央之地 而在蛙黄消失之后 大荒出现了女蛙时常之神和那白衣少女 后究竟是得知了什么 到底是去了哪里 假意说过 后曾经来过很多次 会不会在这里留下些线索信息 为冤心中思索 看到前面的岁月之主耶鸣端起茶喝了口 而后微不可茶地皱了皱眉 白发道人道 哦 看来这茶不是很合你的口味 耶鸣沉吟了下 这茶只是寻常偏僻的小世界里生长出来的 并没有经历过选拔育种 更不会有灵性法术的灌溉 根本算不上什么好茶 对于大荒的富君而言 那些天地滋养的灵种也已经品尝过许多 似乎这一类苦涩干涩的茶 她实在是不喜欢 娘娘喜欢的 是这样的茶吗 她道 抱歉 只是有些讶异 后土娘娘性格虽然柔和 但是在饮食上很坚持 也曾经亲自做过些菜肴 对于她来说 我很难想象她会喜欢这一类味道干涩的茶汤 嗯 后土也会做饭吗 她明明是连重组机关都会把机关拆了的手艺啊 不过 以她的神性级别 想要学习任何东西都可以轻易完成 只需要在认知之后一瞬间就可以抵达凡人一生追求的大宗师境界 所谓后得在物 土眼万法 学会我的厨艺也很简单 不过 她居然把阅明的胃口养得这么刁钻吗 明明我记得当时这茶很好喝啊 真的是 居然把我们都喜欢的茶说成入口干涩一无是处 这小子的性格 伟约喝了口茶 思绪微正 入口苦涩干涩 非常难喝 白发道人看着茶汤里面自己的倒饮 可是明明当年觉得简直是天下最好 入口清香 酣畅淋漓 喝好友共饮的茶中究还是变了味道 一时间蒸蒸失神 阅明也知道自己刚刚的话是有些冒犯了 道 厚土娘娘经常来这里吗 白发道人随意闲谈些后和混天来到这里时候的往事 许久之后 阅明叹息道 原来如此 他逐渐真实相信 这里真的就是过去的厚土存在的地方 阅明转移话题 道 我来这里的时候 从龟靴那里得到了傀儡的消息 怎么没有看到 为冤道 他睡着了 肉体的破碎并非是无法拯救的 无法弥补的只有灵性在岁月之下的冲刷 英雄豪杰之所以有资格转世 就是因为他们足以抗衡最为无情的岁月 曾经构想的只靠着大脑 靠着灵魂永生的方式是不可能存续的 因为魂魄同样有寿命的极限 故而各家各派对于真灵和魂魄的修行都看得重中之重 道门有阳神之法 至纯治阳 佛门有舍弃皮囊横渡彼岸的境界 因为魂魄不灭的话 肉身破碎是完全可以修复的 而甲仪的真灵已经快要抵达终点 在终点之前看到了当年的道人 叶明沉默了下 他敏锐地察觉到了魂冤化里的意思 语气温和道 前辈 节哀 哪怕是神灵的魂魄 也会在时间之下逐渐迷失 作为傀儡 出生的灵性 能够支撑了如此久的时间 也值得尊重 魂冤道 你确实是应该尊重他 嗯 因为他是我和后土一起完成的最初的创生之物 而后土也是在此之后进行过更多的尝试 才会在之后神通大成之后 创造了你 叶明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你应该叫他兄长 而非傀儡 叶明微精 你到底是谁 白发道人独自饮茶 评伴道 你手中应该有一本剑术经要 那是我写的 叶明神色凝固 浑然起身 叹号叹号叹号 在这之前 韩信在北海之处 也得到了老布中顺便传递回去的消息 颓废大叔坐在王座上 背后非常奢靡地有两位美人暗柔肩膀 以及帮他点烟 和自我克制 全心全意只想要和鱼鸡相守 尤其是转世之后几乎有苦修者气度的霸王相宇相比 这家伙简直就像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接六子 纯度 纯度简直高得太离谱了 韩信抚摸着胡子拉叉的下巴 若有所思 无无 在东海西海延武 同时给出即将进攻的打算 引号点 打算给西海之地和东海之地暗中施压 魏魏渊牵制住这两个 另外眼前正未来告知情报的老伯也提到 魏渊担心此刻他们已经占据北海 要是再动东海西海 恐怕会引来巨大的注意力 会引来东海和西海的反扑 会引来地郡大荒的反应 这是巨大的压迫力 所以此刻虽然要给两位大帝施压 但是也不能真来 防守一波二就可以 无无 原来如此 韩信挥手驱散了美人 笑容灿烂道 我明白了 你老放心 给几位准备了休息的地方 在老伯 白衣少女 还有朝阳离开的时候 大王项羽走来 看着那边白衣少女 下意识脚步驻足 不知为何 感觉到自己的伤势居然隐隐恢复 仿佛不算什么 而且贫富的战役居然再度有沸腾而起的感觉 就好像当年单人持剑 破了城主百名精锐 一人得意成后 要像叔父炫耀功绩般的幼稚心态 怎么了 他问向韩信 颓废游侠咬着烟 道 我 就未冤的消息 嗯 降雨驱散了正在服侍韩信的数名美人 让他们外出关门 看着微微松了口气的韩信 道 故意展现出自己贪财好色的弱点 是打算要给谁挖坑吗 是那位武侯的计策 韩信嘴角抽了抽 我都觉得心里隔音着 像洪雨的嘴角微微勾起 露出笑意 眼前的家伙 当年死在宫女拎着竹竿子之下 因为当年刘继和韩信约定 不会死于日光之下 不会死于刀兵之下 好像还有不会死于壮实之下 结果就在深宫之中带着幕布 让女子以削尖的竹枪刺杀 已若机强 循夕而破 本来是兵先的拿手好戏 却也是他死亡的原因 嗯 按照现代人间的游戏 这样的背景至少要多出好几个背景专长 比如说对刀兵防御 和被女性特攻之类的 大概职业是复仇者之类的 兵法最高等级X 反正韩信现在对于穿工装的女性 简直是有本能的抵抗 清理阴影比较大 是当和尚的好苗子 看着她不痛快 我就痛快了 将语道 所以 她要做什么 游侠二吐出一口烟气 道 嗯 她让我们 韩信回忆刚刚老伯说的话 防守一波 不不不 打仗这是听我的 游侠二深深吸了口烟 神色惩挚 放手一波 燕名最终在剧烈的冲击之下 连这里小世界都没有来得及探查 就选择先离开 先回去大荒 两位大弟的死去 先于自己的 娘娘的创生之物 以及那本第一次被打开的剑树金药 连番数次的冲击几乎要将她的心神冲击地粉碎 我之后还能够再来吗 既是厚土之子 那么随意吧 白发道人目送着心神不定的燕名离开 青山躲步 走向了道场的深处 如果说厚土真的数次来过这里 如果说厚土要留下什么东西告诉她的话 那么 必然在那个地方 在最初相遇的位置 魏渊推开了一座近视宫殿的大门 看到了里面的一座座石刻 上面有着密密麻麻的捐绣纹路 不通于文字 却能够直接传递出意思 正是厚所擅长的手法 好友缘 近起引号点 第810章词别天地 后的信间 魏渊的神色缓和下来 缓步走入其中 看着这些以原始的方法来传递的信息 继续看下去 我已经自愿行当中归来 此次便有诸多的小世界 颇多收获 可惜你和混天未曾一起 若是你们也在的话 当能够从那诸天万象当中 所见更多 独自所见虽然足以尽情尽性 却远不如携有同行能互相启发 所见一株其花 盛放之时战周天之辉光 月见清奇 故而折了一枝 带来此地 栽植于后山之处 若你回来 当可以看到花开花落 常年不败 尹号点 语气一如既往地温柔 仿佛看到那身穿长裙的柔美女子 远行归来 有所收获 而后手持一根花枝 前来访有的模样 魏渊往下看下去 后的性格极好 她和蛙黄 恐怕是在那个时代 风起云涌的大荒和昆仑之争中 同时和双方关系都不错的了 魏渊想着 至于福西 魏渊思考福西做了什么 嗯 和帝郡抢天下第一被奏 拉着妹妹打回去 挑战布周山被奏 欺负陆吾 被地里按撮撮叫西王母虎牙罗丽妹 被开名道诉西王母 然后被地里薅陆吾的猫毛 被陆吾揍 接着撸猫 腹黑的看着蛙黄造人失败 然后在蛙黄打算 以自己的血创造图山女西式一脉的时候 按撮撮把自己的血和蛙黄的血做了替换 创造出了在古代赫赫有名的屠山一脉 开发先天八卦防备未来的自己插手过去抢妹妹 同时心中思索如何才能绕开自己的先天八卦之数 把过去和未来的妹妹找到 魏渊嘴角抽了抽 怎么说呢 突然觉得这家伙真的就是人渣和蛇渣的混合体 严格点说 似乎是比老伯都离谱的极端乐子人 如果说把甲福西的事情也算上的话 福西这个名字几乎非常活跃于上古时代和远古时代的一切事件当中 这算是知道自己一定不会死 所以就可记地浪漫 魏渊看了口气 接着看下去 前期的都是后途到处旅行 然后将所见所知回来告诉不能外出的朋友 然后将特产带回来 让好友也能以其他的方式看到他的所见 又有一面石碑上写着 今日认识了一位好友 尹号点 叫做凤里希 很好听的名字啊 尹号点 啊 对了她好像在这个时代游历的时候有很多的名字 又叫女希娃 后来我才知道她就是那位女娃 阿娃是很好的性格 而且执掌创生之物 我从她那里得到了很多的经验 尹号点 所以来到这里 尝试给甲义完善了躯体 只是可惜 陷于根基 无法更进一步了 我还以为你已经苏醒了 还想着 若是你苏醒的话 可以带着蛙黄来这里拜访 尹号点 不知为何 我总觉得你会和阿娃很投缘 尹号点 白发道人给自己端来一杯茶 席地而坐 看着这些文字 笑着摇头 又有一点点的懊悔 能见到万年前乃至于数万年前 如同福西所说 会因为捏人失败而含着两大包眼泪的蛙黄 感觉自己错失了巨大的机会 则 早知道的话 就迟一点回去了 魏渊想着 不过如果他见到蛙黄 恐怕瞬间就会被巨大的因果反噬之力直接扔回去 蛙黄可是在之后漫长岁月当中具备极端因果的存在 而且 如果蛙黄来的话 那么福西也会来 福西来的话 魏渊只要想想过去的福西从自己身上感觉到未来福西的气息 嗯 一定会当作是未来的自己派来寻找过去蛙黄的属下 然后瞬间火力全开 八类先天概念直接砸过来吧 开天地 定乾坤 分山海 踏水火 阴阳流转 先天八卦 席天灌地 颠倒阴阳 魏渊想到那一幕 嘴角抽了抽 所以这算不算是本能预感到不对 所以提前溜了 要不然的话 自己可能会比老不周都倒霉了 那个时代的福西虽然没有现在这一条浑身上下透露出颓废摆烂的扎蛇墙 但是也是十大之一把自己打爆没问题 魏渊只是掌握欲中四大 以人之力操控天地命格的方向 可以创造某些机会 放大事物发生的概率 但是福西那混蛋是真的可以直接掌控八类法则 演化创生毁灭 还没得打 为冤枉下看去 看到后土接下来的文字 本来挖黄是有心来此地直接摆放的 但是那个叫做福西的少年 在听说你是男性之后 突然就开始说他也很有兴趣 而后 我们两个发现福西在磨刀 发现的时候 只是温和说着为了保护妹妹需要必要的准备 挖黄很生气 拍落了他手里的刀 然后他不小心从袖子里掉出来了 差不多一座山那么多的兵器 而且是蕴寒道运 却又五行相克 极为不稳定 可以直接扔出去爆破的那类 威力大概可以直接把你这个小世界全部轰成渣 所以为了你的安全 我们选择了先不要直接来 引号点 未冤 无声好吧 火力不足恐惧症的基因是从你这里开始就有苗子了 白发到人嘴角抽了抽 无奈摇头 喝了口茶压压惊 慢慢地看着其他的部分 有提起过去的 说是见到了西王母 那真的是一位英姿萨爽的女神 各类兵器 全部都擅长 性情刚烈而肃然 纵横不败 据说年少的时候 曾经一日之内连破999位神灵不败 而后从入收那里得到了金正的名号 强势登林西昆仑之主 号称西方金黄 执掌天洁凶杀 但是却很喜欢种花 而且他的耳朵软乎乎的 感觉很好摸 是真的软乎乎的 而且会因为情绪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比如说生气的时候耳朵就会竖起来 露出牙齿 上面的毛茸茸还会炸开 比如说吃到喜欢吃的东西的时候会趴下来 如果有危机的时候 就会平行地面的竖起来 满脸警惕 号称西黄的少女 曾经手持一柄八尺八寸的长枪 荡平妖魔 左向无敌 只是可惜 和蛙黄当年捏出的女西娇女性格始终不对付 或者说 只有女西娇女可以轻而易举地摸到西黄的耳朵了 陆无是个很一本正经的少年 开明是个笑盈盈不着调的年轻人 后途总觉得开明往后的身体会出问题 因为他太喜欢吃甜食了 居然为了吃甜食 在昆仑山养了一种采花酿蜜的神兽 叫做青园鸟 为此甚至与和陆无吵了一架 让陆无气到赌咒发誓绝对不会吃一口蜜糖 总觉得这是开明故意的 魏冤一边喝茶一边看着这些文字 仿佛旁边就是那位身穿长裙 面容柔美的女子 琴着微笑一点一点给他介绍着过去的每一年 讲述每一次的旅行 纵然没有了他这个好友 作为过去时代的主角之一 执掌后得在物 后土之念的女子 他的经历仍旧精彩分成 直到他看到其中一面十悲信间 魂天去世了 引号点 为冤嘴角的笑意凝固 魂天去世了 我本来想要来找你 一起去送他最后一面 只是可惜 远你仍旧还是不在 你为什么不在呢 魂天的最后一次 居然还是没能看到你 抱歉 我不该这样写 你应该也是有你必须也不得不做的事情吧 是我太幼稚了 引号点 魂天走在自己的道路上 你是如此 我也同样 引号点 我们都不应当后悔 所谓的道友 便是我们各自都有各自的道路 而最终曾经有过一段的同行 我们彼此相互互持 也坦诚相对 最终离别 也将会带着彼此的祝愿前行 只是 我多希望 这个时候你也在啊 原 引号点 魂冤默然许久 魂天去世 纵然他说自己是无怨无悔 也感谢疏忽二弟帮助他看到最后的风景 但是疏忽二弟仍旧完全无法原谅自己 他们将自己的力量剥离了 而后自我流放 引号点 作为疏万象 作为忽的无形 联系起来便是神速 是最初对于时间岁月的描述 他们惩罚自己 断绝了自己的大道之机 言道好友以沫 此生纵然能攀生时大巅峰 没有混沌 却也无趣 不如去西 他们应该是最痛苦的 引号点 我最后将他们剥离的全能 联系我搜集的所有灵财 学习这蛙黄那样 创造了一个新的生灵 我叫他耶鸣 希望他能够遵循这疏忽两位大帝的道路 棍盾 不 还是叫做魂天吧 引号点 他有给你的礼物 引号点 若你回来 可以看看 魏冤看到那一座时刻之下 放着一个盒子 魏冤认得这个盒子 这是曾经魏冤给魂天的石河 厚土也有 只是随意找到这里的木材 以剑气雕刻 因为剑气封闭了周围 所以很难随着时间腐蚀 魂天的礼物 曾经踏足巅峰的混沌古地的礼物 其实魏冤现在已经明白过来了混沌的根底 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 寄兮聊兮 引号点 独立不改 周形不带 引号点 混沌 或许是那位老人想象到的 最为接近大道的存在 知道洪生 混成无忌 体包空有 礼及悠玄 是为混沌天道 上古同尊 百亡不易 这样的存在 留下的礼物 会是什么 是大道体悟 还是说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魏冤心底也多少有些许的疑惑 有些许的好奇 心中更多是沉郁悲怆 还有几座石碑 他没有立刻去看 而是取来了盒子 啪啪一声打开 在解除剑气封锁的时候 这个木盒就因为漫长的岁月而瞬间化作了飞灰 留下了一封信 白发道人把信尖打开 看到了里面的文字 点心 味道甜腻 不为无喜 汤的味道不错 引号点 那个叫做面的 味道也还好 肉泪太腻了 引号点 喝 许是我第一次进食 浊气过剩 引号点 文字记录单 是对未冤食物的描述 白发道人蒸蒸失神 忽然想起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那位神色温和的中年男子对于自己招待他们的那些饭菜的评价 看上去很好看 闻起来味道也很好 颜色很好 这是最后的补充 不过 吴还是很喜欢的 引号点 做得很好吃 白发道人看着这些文字 神色变得安静下来 前面是石碑 手中是杏煎 最后觉得茶汤的味道很好 入口清香 酣畅淋漓 辣白纸的最后落笔 我已经走到了自己的终点 所见所感 不复前行 引号点 纵然时间短暂 但是 愉愿已足 引号点 只觉天高地阔 酣畅淋漓 就此一生 再无回忆 引号点 魏冤仿佛看到了当初的中年男子 仿佛看到他转身微笑微微拱手 信间的最后两句 道友 就此别过 引号点 告辞 引号点 1 2 3 6 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